大將至 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政黨惡兜shoutout 無色覺醒為告 大家好 我是陳燕營 大家好 我是林家元 星期天 其實今天早上我們起來的時候 想說政治威應該淡一點 但沒有想到 報紙翻一翻發現 精神都來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你現在 在網絡上頭 Key我們的立委段怡康這個字 然後一個空白鍵之後 後面就會跑出曲棍球 而且好幾萬筆 為什麼 因為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已經從2014年到現在 終於有個了結 今天翻開報紙 段怡康委員登報道歉了 但是卻有一些疑慮 因為有的人覺得 當初鬧得這麼大 現在道歉有一點點 好像比較低調的感覺 這樣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是不是有大街罵人 小巷道歉的爭議 今天要好好來解掛 而另外其實在星期天 今天有滿多的外場的 因為包括說大家要來討論 昨天都在講 韓國瑜市長 就職典禮外面要辦夜市 對不對 今天我們要跟這些有抽中獎的 中樂透很開心的談判 來連線 談一談他們要如何追求好日子 怎麼跟著韓國瑜一起探大機 其實韓國瑜這次選舉 給所有正式人物 上了一個寶貴一課 就是人民可以接受你犯錯 但是它重點是 看你犯錯之後 你怎麼來做處理應變 尤其你看 在選戰過程當中 你如果統計韓國瑜跟陳吉邁 講錯話的次數 韓國瑜不一定 可能還比較多一點點 但是他總是能夠 讓大家看到他比較真誠的一面 重點是錯了就講錯了 是 尤其這樣之前 最了不起的就是美麗的口誤 白玉蘿蔔跟白玉苦瓜 結果當時民進黨還酸說 拜託 白玉蘿蔔到底 怎麼會縮成白玉苦瓜 白玉苦瓜在哪裡 現在兩個都紅了 尤其大家看的是 你怎麼讓這個口誤 變成美麗的口誤 但是剛剛燕也特別提到了 段儀康 段儀康2014年的時候 去指控別人選簽一週內 說林昌敏A了540萬 這是非常大的指控 但是現在都已經三審確定了 他是敗選的 而且敗訴之外 你必須要 之前有承諾不是要吞曲棍球嗎 怎麼到現在都還沒有吞 因為法院沒有說 判決文裡頭沒有這一項 還要繼續凹下去 今天要繼續來持續的 好好解析一下 沒錯 先介紹今天的吳勝來賓 政大外交系兼任副教授 賴宇謙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個是新科議員葉元之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媒體人謝蘭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要來介紹我左手邊的嘉賓 首先是前立法委員林宜芳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王宏偉大王 以及我們國民黨文權會的 副主委黃子哲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沒錯 剛剛葉瑩特別提到的就是 段宜康終於道歉了 好 我們今天其實 大家新聞人一早上班的時候 肯定要先來看看 各大報有沒有哪一些訊息 但是我告訴你 我們有沒有漏掉了 我真的漏掉了 你早上在翻的時候 就這樣翻過去了是不是 很容易就漏掉了 來 打開 這個是青日媒體 頭版 然後我們就發現了 道歉在哪裡 第一版翻過去之後 沒有 來 再來第二版總該有了吧 第二版 也沒有 翻到第三版 第五版也沒有 這邊也沒有 第六版沒有 然後就發現下面 一個大大的半夜廣告 確實 半夜廣告 因為這個法院有判 就是要怎麼樣來道歉 裡頭就77個字寫上了 本人段宜康為民谷 共同發表林昌明先生 假照收據詐領的 確實是不實事項 導致對方名譽受損 有損害特啟上 林昌明先生道歉 等一下 是A7版 你真的很容易忽略 翻了三四張 不能怪我 才翻到 很多人今天早上沒看到 然後看到之後 大家開始翻報紙找說 原來真的委員道歉了 彈兵哥 段委員這樣道歉 您 有誠意嗎 有感受到嗎 當然超級沒誠意的 因為到今天 其實有記者跑去訪問魏明谷 魏明谷來說 他們是非常無奈 因為他還是認為他當初 去舉發林昌明的東西是事實 他認為是司法判決不公 他還強調說這應該要 為什麼現在司法改革要這麼迫切 就是因為這些不公平的原因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奇怪你魏明谷跟段宜康 你們兩個不是都很有誠意嗎 對 你們不想道歉就不要道歉 我覺得你寧願被抓去關 被罰錢 你就不要道歉 有誠意一點 為什麼要去道這個歉 我就不懂 對啊 你們又心不甘情不願 我覺得要道歉你就要誠心道歉 如果不想道這個歉 就堅持到底不要道歉 就進去關坐牢 事實就跟他反彈到底 這不是段宜康最講究的事情嗎 他不是很有GOTS的人嗎 怎麼沒有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你看這一個本身 他這個就是律師擬的一個稿子 然後也非常的超級沒有誠意 你看還受有損害 你有看過中文這種句子嗎 這聽起來很奇怪 但是這是法律上 慣用的這樣的一個東西 受有什麼什麼東西 所以這很明顯是律師去擬的 這樣的一個稿子 然後他們兩個很心不甘情不願的 掛上的名字這樣 對 我真的是覺得說 政治人物必須要對自己的 說的話要負責任 當初你既然這麼強調 認為林昌明有問題 你就要繼續去舉發 你要把證據繼續拿出來 你又沒有進一步的證據講出來 那敗訴你活該 現在其實我們在乎了 倒不是段宜康是不是真的 有沒有GOTS去 他為什麼要登這個道遠起事 其實我覺得更多人在乎的是 那個曲棍球 你到底要不要吞 對不對 你還滿在意的 對吧 對啊 其實我非常在意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這邊 你沒有看過人家吞曲棍球 所以我非常想看一下 我很好奇這件事情 但是我說真的 其實像梁文傑之前選前 不是講說 如果姚文治得票沒有到25% 他就要倒著走路 人家後來也實踐承諾 而且比較幽默的方式 對 他跟老婆一起倒著走路 我覺得段宜康 解套這個東西也很簡單 你去做個蛋糕之類的 你把他做成曲棍球的樣子 把他吞下去 不是解了嗎 其實這都是很容易去做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段宜康 到現在堅持不要做 其實就是因為他到現在還是 他跟魏秉谷兩個 都認為自己沒有錯 我覺得這是一種悲哀 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一個政治人物 都沒有辦法挺住這種壓力 我堅持就是不認錯 我就是不要認錯 我罰給你 罰告給你告 關給你關 我就是不要認錯 我覺得重點是要在這裡 結果段宜康沒有辦法做到 我真的個人非常非常惋惜 但是我也必須說 其實台灣太多政治人物 沒事就下賭咒一下 現在賭雞排是最小的 賭其他東西實在太多了 我們王世堅議員 當然是其中的標標者之一 但是我真的覺得 這種賭咒發誓的習慣 真的是比較落伍的方式 我希望以後 以後政治人物 都不要去做這些賭咒 因為老實講你實現 這樣你實現有時候還滿困難的 然後不實現又很尷尬 人家就覺得你言而無信 所以我覺得 真的奉勸這些所有的政治人物 以後都不要做這些賭咒 然後如果要去爆料 真的要把事實查詳細清楚一點 再出來爆料 不然每次打自己的臉 真的很難看 彭威議員 你覺得像這樣子 我們說今天是翻到A7這一版面 才發現說這個道歉聲明 剛剛韓濱哥他認為 他不太能夠接受這裡頭的文字 因為他覺得沒有誠意 他覺得段一康委員 還有魏明谷縣長 可能還沒有真的 覺得自己錯了 您怎麼來看這個聲明 先在講這個聲明之前 因為我剛好找到這張照片 看到沒有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找到這張照片 不曉得這個鏡頭 看到沒有 當時這個是2014年 不是今年的縣市長選舉 2014年縣市長選舉 然後段一康當時幫魏明谷站台 指證立立說林昌敏 就是私吞了這個 曲棍球協會的500多萬對不對 所以當時 對不起 我今天實在應該拿一個球 我把曲棍球很難找 對不對 看到沒有 把這個球拿出來告訴大家 如果他說錯的話 他要把這顆球吞下去 所以今天這樣的道歉啟示 我一直覺得這感覺很乾對不對 幾個文字 我想說應該配一個圖片才對 就是那一顆曲棍球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記得 記得那個球 所以很多網友就說了 說好的曲棍球 所以奉勸段一康委員 能夠像個男子漢一樣 像王世堅委員一樣 說到做到 因為老實說這個是 因為法院判決的結果嗎 而且法院是什麼時候定驗的 對不起 不是在昨天定驗的 也不是在上個禮拜定驗 事實上在今年的八月份 就已經定驗了 就是包含你要登堡道歉 包含你要賠一百萬 當時段一康還很囂張的說 這個錢 賠錢給這種人 講賠錢給這種人 還在嘴硬 還在嘴硬 但是因為這個判決書 如果就是你被告 已經判決定驗 如果你不執行的話 法院也要幫你執行 所以我老實講 我不曉得這是不是法院執行 但是我想可能不是 因為法院執行的話 如果法院單單執找 自由時報的A700 就是在星期天的時候 大家也必須說 因為星期天事上 大家可能都寧願看一些 看電影 大家出遊 對 休閒的 所以大家不想去看 這個硬邦邦的政治新聞 所以看報的人可能就比較少 他就算看報紙 也看一些娛樂新聞 看一些休閒新聞 所以他選在自由時報 星期天的A700 去登一個 其實一般人就翻過去 我也不知道在講什麼 這樣的版面的編輯 實在是不吸引人 所以這就是在 你知道在肇事晚會上 起碼是上萬人以上對不對 所以這不是在大馬路上 這是拒絕這麼多人 來罵一個人 來做不實的指控 可是卻躲在A700 做一個這樣子的 反正就道歉了事 我還是要請教段儀康先生 段儀康委員 說好的曲棍球 我剛剛講 我們一直都記得你這個畫面 我要把這顆球吞下去 所以像個男子漢一樣 說到做到 不要只是吵吵的一個燈報道歉 就可以了事 沒錯 其實剛剛洪輝議員講的那個畫面 他一直在講說那個曲棍球呢 那個曲棍球呢這樣子 很多人可能不像洪輝議員這樣子 這麼印象深刻 但沒關係 因為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我們來看看當時的2014年 他的畫面 這顆曲棍球我就當中給他吞下去 我會照著這個上訴的這個救濟 去向最高法院上訴 因為我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我是綠的 所以就因為這樣 就變成我們的這個官司的結果 民事官司結果反而就加重 在台上又公開說一遍 如果我英雄講的不是屬性 我吃三顆 唉唷 這要吃三顆 觀眾朋友 其實我們今天 用場禮拜天歡樂一點 也不是啦 就輕鬆一點來聊政治 所以我們本來還講說屈棍球 其實很少人看到屈棍球本人 長什麼樣子 他多大顆 想要去找發現 還真不容易找 委員 屈棍球沒那麼簡單 可以找到 我們以前我念的那個初中 我們有屈棍球 我那個時候 初一的時候還玩過屈棍球 這樣子 我感覺是這樣 就是說為什麼8月的判決 現在才這個 12月 按照法院的這樣的一個規定 然後才登報 因為你不選 他說在選舉 你8月就登報了 魏明谷就不要選了 對不對 對 他這次也有選 對啊 魏明谷選縣長對不對 形勢一直都很不好 你如果提早道歉的話 提早登報的話 魏明谷就變成一個 誹謗人的縣長候選的人 所以這個時候已經選完了 又過了一陣子了 這時候登 選一個夜黑風高的時候登 就這樣子 不過我跟你講 這是很難 因為媒體很發達 尤其在台灣 媒體之間的競爭很多 你像這樣的消息 我跟你講媒體一定會去播報 又會讓人家聊 所以他的傳播效果會很好 你媒體不報的話 網上這些網友們 也會給你登一大堆出來 所以是很難的 不過我的感覺是這樣 你覺得一個國會議員 就是國外的國會議員 我們比較熟悉的 像美國 歐洲或是日本 國會議員這樣登報跟人家道歉 應該是不多見 所以我覺得選舉 不管自己選或是別人選 我覺得很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風度的問題 就選舉選戰選戰像打仗 打仗要贏就不擇手段 可是這是選舉 跟真正的打仗還是不太一樣 真的打仗還是要限制 譬如說不能用毒氣彈 不能攻擊無辜的民眾這些 不能去封渣意願這些地方 這還是 所以即使戰爭 你還是要接受這樣一個 相關的國際法的 這樣一個約束的 否則你到時候你就要審判 所以你看看二次大戰結束 牛倫堡審判 然後東京也審判 日本一大堆的沾犯 也被判死刑 所以選舉既然不是真正的打仗 那當然更要守規矩 因為你這樣隨便用誹謗 不實的指控 人家都會記住你很久 尤其如果賭太大說 譬如說我要連吞三個曲棍球 我們也是一個下次三個 我們當然不希望他吞 這是非死不可能 只要吞半個大概就會完蛋 不過我覺得我給段委員 我跟他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完事 我真的給他一個良性的宣告 你看我們的王議員 我們台北市的王議員 他說他要跳海 他就真的去跳 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你至少說的話 算數嗎 雖然那天跳的時候 他好像有點 因為喘得晃動 被摘下去的 所以那個姿勢不是很好看 但人家至少認為說 誠意夠 所以其實段宜康大尾 我可以給他一個 非常善意的建議 你就把蘋果削成曲棍球的樣子 你就說我現在吞三個 這個三個當然不是曲棍球 是蘋果 但是一個人要一口氣 吃三個蘋果也不容易 對 而且很可能會有 輕微的腹瀉 你說我就這樣 我說話我做到了 我的確是比較取巧一點 但我有這個誠意 我說話我負責 這個蘋果看起來也是削得 刀工不錯 有點像這個曲棍球 我現在就把它吃三個 你們要耐心的看我吃 因為我不是大胃王 我不可能一口氣就吞下去了 這樣子至少某種程度的滑解 或者就人會一直記住一件事 就是說你選舉的時候毒很大 然後你被判決了 你登了爆 但是你還有最重要曲棍球的問題 沒有解決 所以你要去化解 如果沒有化解 這個變成一個笑話 然後一路跟著你 要跟很久 對不對 因為他還很年輕 要跟很久 這個我就覺得就不太好 我是真的誠心誠意的 替他做一個良心的建議 沒錯 我們今天在節目裡頭 從韓冰冰哥講說變成蛋糕 對 剛剛我們這個委員說蘋果 我們來看一下年輕人有沒有什麼樣作法 預言之議員 你覺得蛋糕蘋果之外 這個道歉聲明你能接受嗎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樣可以 稍稍幫他解套的方法 我們幫忙他想方法 對 我是覺得段行康 他一定是不會想道歉 所以他偷偷的道歉 一定是很不得已的 因為法官這樣判決 所以他非做這樣不可 為什麼他會很不願意道歉 因為你看他一道歉 大家又想起曲棍球這件事情 所以記者去問林昌明 林昌明怎麼回應 林昌明的回應就是說 就把曲棍球吞了吧 包括我們剛剛所有的來賓 其實都沒有人在注意 他道歉這件事情 全部都關注他要怎麼去吞曲棍球 所以真的 剛剛其實韓冰哥的說法也很好 是用蛋糕對不對 我們委員是蘋果 我這個因為我比較不欣賞他 因為他常常罵我們新北市 我是建議他至少吞一顆 你還要他一顆 不要吞三顆這麼多 但他不吞也沒關係 因為他不吞的話就讓這個曲棍球 可以跟他一輩子 因為現在大家有沒有發現 只要段銀康出來罵什麼事情 網友們的第一個回應就是 吞了曲棍球再說吧 所以其實來賓今天建議他 吞曲棍球都是為他好 你如果真的把這個事情解決了 以後你在評論事情的時候 大家才會不會注意到 曲棍球這件事情 所以段銀康要把大家的建議 當作一個善意 不要認為說大家在消遣你 是真的認真的建議你 趕快把曲棍球的問題 把他解決掉 我是覺得說段銀康他為什麼 故意要在造勢場合 故意這樣講 其實他要指控林昌敏 拿錢或是貪污 他指控沒有關係 你為你自己話負責 可是為什麼故意拿一顆 曲棍球出來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目的是要讓人家 更相信這件事情 因為他如果只是單純的指控 很多人可能講說 你這個不見得有可信度 可是當你發現 他願意為這句話背書 連曲棍球都願意吞下去的時候 基本上你對於這句話的 相信度是大幅的提升 因為你會想說段銀康 不可能會用曲棍球 來賭這件事情 所以他造成的效應跟結果是 讓這個選舉的結果 可能是扭轉 很多人可能會 本來是相信林昌敏的 因為這顆曲棍球 所以改相信段銀康 這也不可能 所以你今天段銀康 你已經達到這樣的效果 結果你信口開河 你說要吞 後來法官證明說你講的是抹黑 結果你又沒有這回事 要道歉的心不甘情不怨 以後政治人物 每個人都選你這招就好了 當我要去抹黑別人的時候 我就說我要吞一顆籃球 或者是 你越吞越大 你多好大 之類的 反正沒關係 我最後被證明抹黑 我再耍賴就好了 不管再怎麼樣 我弄顆蛋糕也可以 如果是這樣的話 選舉就很骯髒了 所以我們是建議段銀康 真的是為你自己話負責 就是不要講了這麼一句話 讓很多人相信你 最後用這種方式 來結束這場鬧劇 實在是讓人家覺得很不遲 其實我們還是希望 不要這樣越賭越大顆 我覺得大家不要為了選舉這樣 選舉是一世的 死命是一世人的 很重要 我們廣告回來繼續來看 為什麼今天現場 其實剛剛很多來賓都說 他們覺得這個聲明 好像沒有那麼有誠意 為什麼會覺得 明明聲明稿都出來了 也登報道歉了 但是還是覺得段儀康委員 有一點點的心不甘情不怨 其實可能有一些些的脈絡可循 等等繼續來了解 歡迎回來 我們剛剛好多都在討論說 段儀康終於道歉了 但是怎麼是小巷子道歉 尤其我們來看一下 當初其實在2014年11月的時候 他就指控林昌明 炸領500萬元的教育部的補助款 還說我發誓 如果我說的不是事實 就要當場把這個曲棍就吞下去 我今天看了三四次 他這一段談話 他後面有加一句說 如果我以上告訴你 如果不是事實 我要吞三顆 三顆 很療癒的說法 但沒想到就在今年8月的時候 最高法院其實就有維持二審的判決 也就是段儀康跟魏民股 你必須要賠償100萬元 還要登報道歉 甚至他在立法院質詢 因為他是立法委員 他還質詢當時的 來看到法務部長蔡清祥 然後蔡清祥他就說 段儀康他其實有任命 監察委員來調查他的案子 原來說還可以自Cue這個官員來講說 我的案子不服輸 所以是不是有問題 要好好查一下 他其實也是魏民喉舌 因為他自己也算民眾 魏自己的民 對不對 就是要問一下說這樣子好像有問題 這樣好嗎 這真的很離譜 不過我要先講 其實段儀康這個事件 給很多政治人物很大的一個省思 就是說如果未來真的要打賭 盡量賭小一點 比如說賭乒乓球 他穿乒乓球 對 穿乒乓球 對不對 穿乒乓球一樣會死 不知道 為什麼不高我服球小一點 根本服球遠 不成就有點死 好可怕 好可怕 這個叫做教所自殺 對 錯誤是犯 保齡球就一定不行好不好 那很可怕 好 這件事情我要講一下 我在立法院15年了 做助理非常久的時間 其實我真的很少見 立委在質詢的時候 是針對自己的案件去質詢 這個我們都知道要立意迴避 因為這一件事情 他是利害關係人 他自己去在立法院質詢部長的時候 他就告訴部長說 我告訴你 現在林昌米這個事件 這個呢 這個什麼 監委 這個不是他主動調查 是我自己去跟監委陳情的 還自曝 那這件事情就很妙 我坦白講 如果你真的要去反應這個事情 你可以找其他的 比如說立委同仁 來幫忙你質詢也可以 他可能人緣不太好 是不是這樣子呢 不過我是另外一個解釋 他就不怕 他告訴 對 他又覺得說怎麼樣 就是我去澄情了 就是我要在立法院質詢 怎麼樣 你咬我嗎 對不對 所以說慘蠻講 當然這個段宜康委員 在立法院相當有戰力 也幫民進黨立了不想 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可是問題就是說 當這個世界是跟你利害相關的時候 你能不能這麼做 我舉一個小例子 如果我沒記錯是2012年的時候 曾經有監察委員 其實是偏藍的監察委員 針對林毅夫事件要重啟調查 當時林毅邦委員當時還很生氣 我就說是因為他是一個司法案件 不要忘記今天段宜康關心的事情 不是一般的案件 是司法案件 他已經被判決定驗了 這種案件怎麼可以拿去跟監委陳情 這個是干預司法 你透過立法權去影響監察權 監察權再去干預司法權 是大大不可 所以當時林毅夫案件的時候 不僅國民黨委員罵 當時林委員有罵 我有看到新聞資料 連民進黨的立委都罵 誰 陳其邁 陳其邁就說這可以什麼重查 這種司法案件 你叫監委這重查 就是干預司法罵 罵了一塌糊塗 可是過了幾年之後 結果我們的這個委員 竟然自己在質詢這個事情 段宜康段委員質詢這個事情 我覺得真的是 我套一句他自己說的話 我今天真的 我只有一句話 我無法假裝不鄙視 今天的道歉人 這個道歉相當沒有誠意 然後現在還要來個會外賽 延長賽 叫監委去重新再去調查 那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其實是有風險的 好啦 如果說真的調查出來 對你有利就算了 如果對你不利 又再度證實這個正確性 人家這個司法犯去證了 那你怎麼辦 你要再吞嗎 所以說我說段委員 這是我覺得他把整個 個人的政治生命 政治風險 通通都堵在這一次 我覺得不好 那我們回過頭來 這一件事情 段委員為什麼會輸 法院是告訴你什麼 你根本未盡查證之義務 你合理的查證都沒有 所以剛才原資在講 事實上這一段選舉期間 他不是也去報侯友宜的 新北的 就是說什麼 勸稅 然後沒有主動申報 沒有誠實的申報財產 還有什麼 還有新莊土地 兩塊地 說要養地 說要什麼 做都更 要抹取暴力等等 當時我在另外一個節目上 也跟他現場 我坦白講 我是不好意思說現場說 不然屈棍球拿來 你這是要讀什麼 我是不好意思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你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你根本不一樣 我說真的 我們對不對 我們還沒有你的公權力 你作為一個立委 你比我們更有實力 更有權力 針對你批評的事情 去做一些查證的義務 你什麼都不做 結果做了這種不實的指控 你最後只會傷到自己 而且這個傷害不是只有他 我說真的 新北市侯友宜會大勝 某種程度也是他 歸功他就對了 對 我是說你直覺 因為你這些不實的東西 激起選民 要想要用選票來制裁你 認為你說的是不對的 這一種反動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 剛才大家也在幫他解套說 到底他要怎麼吞這件事 我剛才也想了很久 我突然想到 有一種炸汁機 很厲害 什麼都能炸 我說假設如果區塊球放進去 你炸一炸磨成粉 然後泡一點水進去 我意思一下 也許也是個解套方式 不過玩笑話歸玩笑話 其實 這個區塊球事件發生之後 其實他自己在臉書上 曾經寫過一段話 可能大家忘記了 他在回應說 大家都要要求他吞區塊球 他說 你叫我吞區塊球 你幫我當傻子 他把水民當傻子 是 他把水民當傻子 我不是要幫你當傻子 我希望你當個漢子 有種 有尬子 你自己要想一個方式 我說真的 我們當然玩笑話 吞區塊球真的會傷害生命 你自己要有一個解套的方式 重點大家不是在意那個區塊球 重點大家要看你有沒有 那個真心 誠意 對這件事情認真的檢討跟反省 這才是民眾要的 所以拜託段委員 這個不要再搞延長賽 再加賽了 因為看起來你還是會輸 我們真的還是希望 他能夠多多學學自己 同黨的王世堅議員的尬子 真男人 網友都說世堅真男人 但問題是其實段寅康委員 他自己先前也幫自己 說過一點話 除了說他真的覺得 好像這法院司法判決不公之外 他特別提到 剛剛那一段訪問裡頭也有講 他說因為我是民進黨的立委 我是綠的 所以才會導致民事官司結果加重 其實面對司法的時候 他自己覺得很不公平 民進黨已經執政這麼多年 還在搞這個 我實在不太懂 他提這件事情是幹嘛 而且現在說實話 行政體系也是你們家在掌控 你現在是擺明 叫大家不要相信司法 不要相信行政部門 所以我覺得這個判決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說 段寅康可能成為 中華民國有史以來 第一個被法院認證 必須要吞曲棍球的漢子了 因為這個東西 是你自己說出來的 而且你現在法院 現在看起來 你當時所提出來這件事情 其實你也沒有證據 所以必須要你登報道歉 而且要賠償100萬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這裡面 其實這個文字裡面 有點特別你知道嗎 他說本人段寅康 還有魏明谷 共同發表了一份 他就講說 這個假照收據 詐領的不實的這樣一個事情 問題就在於是 你記不記得民進黨政府之前 一直在強調說要抓什麼 要抓假新聞 他說假新聞很嚴重 這個事情 害得大家人心惶惶 都是錯的 關三天 對 結果現在 你有沒有發現到 想像小段當時 他們在說出這些話的時候 你第一個你沒有依據 沒有任何的事實的狀態之下 你也被做成新聞了 你製造多少的假新聞 這是第一個 可是選前一個禮拜 第二個是說 你現在製造這些假新聞之後 他不是只有登報道歉的 這件事我們光講 對林昌敏來講 他不只輸了那一次的選舉 甚至連他的名譽 整個都受到損害 你也知道按照民進黨的說法 是說為什麼要把製造假新聞 能灌三天 因為不管我再怎麼澄清 直接被誤導了就已經被誤導 同樣的事情在這個例子裡面 是不是也看得到 我相信一定還是有人 因為當時你們這樣言之著著 跟人家講說 我就是有依據 我就這樣 不然我要吞曲棍球 所以就一定有人相信說 對林昌敏應該有幹的這件事 你的影響是不是更嚴重 而你自己本身又是立法委員 所以我在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當然會覺得就是說 以後大家真的不要講說舊爪 連我們到廟裡面許願 都要許一些自己做得到 因為有時候要還願你知道嗎 你不要許了一個太大 不小心給你中中意 你現在還願就還不了 像段寧剛這個 我與其說他是詛咒 他自己這個人發毒咒 我說他當時許了一個願好了 現在要不要還願看到自己 因為反正這個事情 也不能逼他 而且剛剛御方委員都說 不要叫人家自己去自殺 這個也不好 我們希望大家珍惜生命 不過如果你不能解一個套 我覺得我心裡也感到擔心 因為畢竟你還是要問政 而且你在民進黨裡面 算是問政火力滿強大的 一個委員 如果因為這件事情 人家總要看到 你看上次到立法院裡面 連安全帽都要戴出來 我還第一次在立法院裡面 看到這個 他說因為太危險 太可怕 我回來看這個事情就是說 其實對於段宜康的這個事情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比較 比較認真去省思的 就是說一般 我們看政府之前再一直強調 就是說這些東西造成了很多的危害 可是你現在會發現到 有很多的事情 其實來自於民進黨 自己本身所製造出來的 包含比如說 今天製造了這樣一個新聞 我特別看到有記者 去問的林昌民 林昌民是倒沒有說 特別說什麼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他也是寬宏大量的人 可是我不知道 段宜康你們在做這些指控 然後到今天登報道歉的 這件事情上面 你對於林昌民先生自己本身 你有沒有表達 你真正內心的歉意 還是你就是認為說 你只是因為沒辦法 司法叫我做這件事好不好 我就登報一下好了 我覺得這才是真的 我們在看這個新聞的時候 有時候會比較難過 就是說政治人物 你在立法院殿堂裡面 或許有言論免責權 但是你講那些話 其實跟你的言論有沒有免責 是沒有關係的 而你製造的危害 其實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個為了段宜康好 你總是要弄個解套的方式 我覺得你乾脆就把曲棍球 做成像佛珠一樣 一串就呆在身上 不然可以 你也要解套方式就對了 人家以前掛大蒜對不對 你也要掛個曲棍球或什麼 這樣大家看到 你不會再問了 總會覺得你要做什麼事情 但我覺得這個問題 比較嚴重的真的就在於是 有時候為了選舉 我們過去看到非常多的例子 都是這樣 在選前突然驚爆什麼事情 突然告訴你講說 我掌握了什麼確切的證據 我拿到了什麼東西 像過去最少還有一個錄音帶 錄音帶 現在沒有 現在就一顆曲棍球 也可以拿出來講 這個就很瞎你知道嗎 我現在瞎的意思就是說 那其實真的對民主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悲哀 就我們竟然會因為 這樣一個事件 然後大家就伺候 你想想看 對於這整個 你看一個人要去選舉 他要動員多少的力量 然後要去做多少的 這樣的一個選前的服務 做多少的事情 就因為有人突然講說 我懷疑你過天拿錢 你有吃到收據給天拿錢 否則我燉一顆曲棍球 然後整件事就全部毀掉了 我其實覺得 如果今天我們選舉的勝敗 都要建立在這些事情上 而且不是只有一次 我們過去在談的時候 其實國民黨有很多時候 選舉的時候 都經常莫名其妙 就被指控了一件 然後巴拉巴拉的事情 每次還他清白都已經選候 可是選舉結果都造成了 我們不敢講說 都是因為這些事情造成的 搞不好自己候選人不努力 或什麼的 努力不夠 我覺得這個也要平衡一點 但我覺得如果我們每一次 在討論這麼多的案子 今年又多了一個 選前曲棍球事件 我們案例又多了一件的時候 你不覺得我們的民主 我們的選舉也很可能 一天就為了這些人 抓捕這些事情 然後大家被弄得團團團之後 出來跟你道個歉說 不好意思 然後事情就沒有了嗎 其實每次選舉的時候 都很擔心說 有什麼選前的奧部 尤其民進黨的時候 你看這個選前 一個禮拜的時候 就說有這個所謂詐領的事情 對當時的選舉 也的確造成很大很大的影響 沒想到就判決 沒有這件事情之後 要他來道歉 他還不道歉 而且當初的承諾也都沒有實現 老師你怎麼看 這個政治人物的誠信 不是最重要的嗎 誠信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 我比較想從正面的角度來看 即使段玉康拖了一百多天 他總算道歉了 即使他登在第七版 而且不是登在各大報 但是他還是登報紙 那也就是說 此來的道歉還是道歉 那不夠大氣而已 那也就是說 他很小氣的選在特定的報紙 然後放在一個第七版 大家不會注意到的地方 然後他也滿足了法院的要求 然後他也道歉了 至少他走出第一步 以段玉康的個性來說 不容易 已經走出第一步 但是他可以走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說他要成為一個 比較好一點的政治典範 說我原來是浪子 我原來是政治的浪子 我惹了一堆爭議 然後我到處煽風點火 然後我到處亂說話 然後造成很多人的傷害 最終也造成我黨的傷害 也造成我自己的傷害 我現在要浪子回頭 老師你覺得 這會是段玉康嗎 所以我才會說 你是越聽越不太對對不對 躲不起來 所以我的想法是說 他也可以翻然改悟 就是浪子回頭金不換 老師 果然是比較有理想性 你剛剛講說段玉吧 段玉康 他也可以浪子回頭金不換 大家就會給他 股掌對不對 股掌一下說漢子 他可以做什麼事情 回復他原來成為一個漢子 我們就來看一下 第一個 他在盜竊的時候 不夠大氣 所以他可以說我浪子回頭 所以我大氣一點 我就在主流的媒體的頭版 我就給你登出來 原來就會 原來說你太小氣了吧 突然間一發現有大氣 例如說在我們中國時報 在聯合報 在蘋果日報 的頭版登出來 大家就再給他擠個掌 好 擠兩個說有 尬死了 已經進第一步了 然後第二步就是 剛剛我們很多好朋友 都在建議說 用各種方式想辦法 屈棍頭吞進去 不管 但是他不管怎麼做 一個形式 人家還是會有意見 說你這是蛋糕 只是形狀像屈棍球嗎 你這是蘋果 只是形狀像屈棍球 還是不是 但是他要不要吞 絕對不能吞 吞了會要人命 那怎麼辦呢 我好怕你剛剛說你先要吞 不是 絕對不能吞 吞了一定要人命 但是一定要解套 解套的辦法就是 我再度在觀眾面前 很誠懇的把三個區塊 就擺出來 擺出來說 我當時想方設法 為了要讓林昌明先生 不要當選 所以我在證據都充分 都沒有任何足夠的證據 的情況下 我意圖使他不當選 我為這樣的一個行為 我道歉認錯 但是我也為我三個屈棍球 道歉認錯 因為我實在是吞不下去 所以你們的好意我心領了 我吞不下去 所以全國的觀眾朋友 原諒我 違背了我的政治承諾 也請三個屈棍球原諒我 我真的吃不下你 所以我跟你們三個道歉 我覺得再道歉一次的話 大大港總覺得 好 你總算為三個屈棍球道歉 你也為林昌明道歉 你也為全台灣的民眾道歉 說我沒有兌現我的政治誠信 所以我實在是太丟臉了 我道歉認錯 這個時候原諒你了 以後不再跟你談屈棍球了 所以他的解套的第二步 所以不要再吞了 原諒你了 因為你道歉認錯了 以後有人再講說 你三個屈棍球 我就把我的引帶撲出來 我道歉認錯了 你還要我怎麼樣 我已經這麼誠意道歉認錯了 好 這是他解決問題的第二步 還要解決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就是 他指控司法不公 他對我們的司法人員 有太多的侮辱了 他說因為我是綠的 所以這個判決就會被加重 你對於法官 對於他們的整個作業 他們的判決 他們的量刑 你很有意見 你公然的指控他們 司法不公 只因為你是綠營的 可是你現在是執政黨 對 你現在是執政黨 你這樣對於我們的司法人員 有很大的侮辱 也很大的傷害 我覺得 而且不要忘了 你是立法委員 你是製造法律的機構 你法律製造出來以後 你是要我們遵守的 你要法院也遵守你的法律的 因為你是造法機構 所以你要人民遵守 你也希望法官遵守 你自己本身更應該遵守 結果你卻指控我們的司法不公 對司法官的大大的侮辱 要不要道歉認錯 要 所以要開第四場 第三個 記者會專門為法官道歉認錯 這是解決的第三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要解決 就是你去策動監察委員 去調查檢察官 用監察的力量 涉入法務部的 檢察官的依法執法的職權 然後監察委員還聽你的 這權力太大了 然後檢察官蒙受不白之冤 蒙受不白之政治的壓力 監察院的壓力 這樣的話你對這些 可憐的檢察官 要不要道歉認錯 而且你竟然還在立法院裡面 質詢他的長官 法務部部長 要去追究這件事 你給這些檢察官三重的壓力 這個違法亂記到這個程度 你又是立法委員 要不要對於全台灣的民眾 跟司法機構 跟檢察機構 跟你越前到監察院裡面 要不要道歉認錯 要 你看看看 他要再舉行第四個記者會 再道歉認錯 所以如果段宜康 能夠完成這些程序的話 我們就會說他浪子回頭 金不換 了不起 但是問題是他做不到 他做不到的話 對他個人來講 以及對民進黨來講 會造成無止境的傷害 從2014年到今年 都已經2018年了 我們這個韓國瑜市長 常常說2018了 人民的腦袋不一樣了 已經改變了 但是看起來我們段宜康 其實還滿有一貫性的 他其實滿相信自己的信念的 只是這件事情為什麼台灣人 會這麼樣的關注 其實主要的原因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基本價值 因為小時候老師就有告訴我們 說話要算話 不可以言而無信 有語言有句 我也不言而亂講對不對 古早人都沒有在講 但是他今天這樣的一個作為 確實會讓人家 對於他的誠信 打上一個問號 有一些質疑 廣告回來我們要 來看看另一個例子 來看看所謂的真男人 有個子是什麼樣子 廣告回來繼續說 你公開出來跟我辯論 韓總經理對於 我所有的具體的這些指控 他都沒有提出具體的說明 他只在耍嘴皮子要找我吵架 我今天如果操手不好 我的績不好 我把這一盤取個球吃掉 我的戰勝全部在這裡 給大家看 我完全不耐心 如果我的操手 績效精神器檢驗 臺北農產41年來 最輝煌的時刻 我希望你 外交立委 像個男人一樣 就吃一顆就好 我一盤跟你賭一顆 韓總經理的長處 就是在立法院打人 他在立法院擔任了 三屆的立委 他打了多少 這個立法院的委員 各位可以去查一查 我不會跟他吵架 看得還是真的很療癒有沒有 剛剛那個片段是2016年 從2014年他說 我可以吞三療 已經又過了兩年 結果那個時候是因為他指控 說時任北農總經理的韓國瑜 是蔡仲 烘台菜醬 讓我們那個時候的韓總很不開心 說你憑什麼指控我 所以他就決定 我一盤取棍球 跟你賭一顆 結果那個時候段宜康委員 他不敢了 兩年過後他比較 你知道明白一些 他就說我沒有要跟你賭 我沒有要跟你賭 而且重點是這次選舉的時候 如果說他不是講說 如果我績效不好的話 我就推一顆取棍球 你如果真的是抓到什麼把柄的話 這次選舉的時候 就猛打這一點就好了 你也沒有再打這一點 就直接再把一盤取棍球 端出來就好了 賓哥 其實我那一次 那天看到韓國瑜端一盤出來的時候 我就知道段宜康絕對不敢接招了 上次三顆他都已經嚇得半死 你現在弄一盤出來 他怎麼可能會去接這種東西 他不是傻瓜 人都是會進步 雖然段宜康進步比較慢 他還是會進步了 也隔兩年了 他也收到教訓 問題來了 問題是當初到底 為什麼他要跟他賭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段宜康指證立立說 韓國瑜是菜蟲 然後說他在中間上下其醜 在北農搞了一大堆事情 結果後來這個事情也是一樣 經過司法認證 韓國瑜根本就沒有任何事情 法院證明他根本沒有任何證據 可以證明他有罪 結果段宜康也不講話 他當中沒發生過這件事 所以我必須說段宜康委員 他每一次都是要用這種方式 講得一副很激烈 好像他拿到多確實的證據 可是到最後 經過司法一檢驗之後 發覺都是空的 所以像剛剛賴老師一直說說 他每一個都要出來開記者會 我真的是覺得 你對他要求實在太高 如果按照段宜康這種標準 他再一輩子剩下的時間 全部開記者會就夠了 因為他過去不知道講了多少次 這種類似的語言 所以我必須說段宜康其實 他到現在他還不知道 他這一次民進黨大敗 他是主要戰犯之一 他自己沒有這種感覺 可是實際上他自己是 然後他居然還在 國會上面還在拍桌子 罵賴清德 然後還在臉書上不斷的講說 你知道嗎 他到現在還認為什麼 他認為民進黨大敗 不是因為民進黨失去民心 而是因為他們改革的不夠激烈 沒有更快 砍188砍得不夠徹底 然後挖國民黨黨黨場 挖得不夠激烈 他們認為是這樣 失去支持者的信心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人基本上 根本活在另外一個世界 他活在跟我們的平行時空 所以你跟他講什麼都沒用 我老實說 支持段宜康的人 看到今天段宜康 他們登這個道歉啟示 我覺得他們會去安慰他 會去鼓勵他 他們會認為他都是對 可是我必須說 台灣這種平行時空 事情已經發生太多次 問題是 真正的正義是什麼 我必須講台灣很遺憾 現在司法判決出來的東西 因為過去民進黨在在野的時候操弄 現在司法判決出來的東西 其實大部分人也不太相信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 每一個人按照自己的標準 都會對司法有其他不同的衡量 所以變成司法 已經失去人民的信心 所以我唯一能夠認同的 今天魏民鼓講的那句話 台灣的司法真的需要改革 但是不是有某些 特定的利益團體 或某些政黨操作的改革 我覺得那才是最可怕 至於段宜康這種小丑 我覺得他慢慢會被人忘記 我們就算了 不要再提他了 但是其實我覺得一般的網友 應該還是印象滿深刻的 畢竟Google打段宜康 後面真的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空閣之後真的跟得是驅困窍 而且能夠跟他過招就是什麼 我們的韓總 韓國瑜說菜蟲 果蟲跟這個什麼 螢火蟲 都可以跟你變 你看兩岸關係還是兩性關係 四個漢子我們坐下來 直接辯論 但是段宜康不敢接招 廣告回來我們來看看 韓總最近也有一些新聞 因為已經面臨韓市長了 這新聞還滿多的 因為很多人想要跟他有點關係 廣告回來繼續說 好 今年年底在高雄有個大事 因為昨天已經聽說了 好像聖誕節Christmas的附近 已經完全的訂不到房間了 因為在高雄12月25號 韓國瑜市長即將就任 那麼今天的最新消息就是 邀請韓曝光了 來看到這一次 這韓國瑜邀請大家 來參加他的就職典禮 上頭的標題就寫著 敖耀樓翔 南方崛起 比較特別的是有一個藏頭詩 我們來稍微念一下 然後有一個藏頭詩叫做 高雄起飛 仔細給大家看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他那一句嘛 人進的來 豁出的去 高雄發大財 在這一次他也特別的希望 能夠邀請百公百業 要發財就是要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發大財 所以邀請了各方人士來參加 據說這一次拉到了愛河 希望發展所謂的愛情產業鏈 所以他也想要邀瓊瑤阿姨 就是我們韓市長認為 最懂愛情的人來參加 但結果如何 來看看這則新聞報導 要瓊瑤小說一段話 你可以得到我的人 你沒有辦法得到我的心 曾在演講引用愛情教母金句 韓國瑜這個寒流 就連瓊瑤阿姨本人也難以抵擋 接受本台獨家專訪 自招也是韓粉 對 我會支持她 我會支持她 這樣子你幫我質疑她 我就是覺得這個人 她很誠懇 她真的想要為台灣做一點事 跨界互相欣賞 但兩人創造的抹性金句 卻也是同樣想冰當 你覺不覺得你好過分喔 可是我好喜歡你的過分 是流氓當家開盜治國嗎 不要激動我自首 所以如果真的流氓的話 送一清專案 舒緩走的第二天 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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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世間情勢何物啊 二豪 我到底是哪一頂信 請你解釋清楚 韓國瑜直率的個性 如同瓊瑤阿姨 筆下的許多男主角 但這回狼有情 媚有意 卻難敵命運 原本韓國瑜團隊 邀請愛情教母 在12月25日當天 見證愛情產業戀的起點 卻恰逢瓊瑤身體不適 她特別請記者代為致意 同時表達願為韓國瑜的 愛情產業戀百分百處理 那時候我很欣賞她 了解 那欣賞她 而我這個 會願意幫 願意支援她 她需要我怎麼樣支援 大方立初遙約帶養病痊癒 不見不散 就用瓊瑤阿姨的經典片段 來倒進心中的萬語千言 山無冷 天地和 才改與君君 見譜商場雨仙台報導 哎呦 我們那時候想說瓊瑤阿姨 到底比下哪個人像韓國瑜 我覺得 妳說妳說那個 講話要放慢 比較不和浪漫 但男版的就不一樣 比較激動一點 男版好像激動歌比較多一點 對不對 其實這一次她除了說 想要邀請瓊瑤阿姨 瓊瑤阿姨說 她自己本身真的也是韓粉 但是她又講了 身體確實不太適合 不能親自到場 我們記者其實 也特別問到瓊瑤阿姨說 到底您覺得 我們的韓國瑜市長 有沒有像底下哪一個政治人物 譬如說金庸小說 他就說他像令狐通 但瓊瑤阿姨呢 給了一個答案 她說我回答不出來她不像 但是她直率 滿像她底下的人物 仁俊哥 你對於瓊瑤阿姨的作品 跟她比較熟 您那個年代應該有熟悉 您覺得跟哪一個人物可能像 我那個年代 大概看瓊瑤小說 大概人可以多到滿出來的概念 你可以想像到就是說 我其實對於他裡面的那些人物來說 我還真想不出韓國瑜像哪一個 我覺得這就是韓國瑜之所以 被人家覺得很特別的地方在於 你很難把他歸納為 某一類型的什麼樣的人 因為他永遠的表現 跟他所說的那個話 有時候會超乎你的想像之外 然後又很自然 你知道瓊瑤的小說的特色 就是說每個人說話都 詩意很濃這樣 然後講話都一定要非常的文言 我覺得在我們那個年代 看瓊瑤的人其實還滿多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韓國瑜 還滿特別的就是說 想到要找瓊瑤或是 或是什麼的 這個真的我覺得很多人 可能根本不會想到 為什麼你知道 韓國瑜最早提出 愛情產業鏈的時候 就是他的愛情經濟的時候 是被講得非常的猥褻 是被講得非常非常糟糕的 他想得到就是說 在愛情的這件事情上面 他找一個在 或許我又想他的年代跟我 大概沒有差太遠 我也承認 真的承認了 要承認一下 就是差個幾十年而已 就是 文句 我們才說說話要負責 對 我下一個說話絕對負責 我相信對他最了解 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社長最熟悉 就是說他去找瓊瑤這件事 瓊瑤自己本身在愛情的生活裡面 其實我講實話也是經歷了 一些的波折跟事件 所以當瓊瑤來做這件事 來被想到就是說 為愛情產業鏈跟高雄的 他的就任的這件事情 做一個見證的時候 我其實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厲害的招式 為什麼你知道 第一個 瓊瑤雖然是言情小說的一個 很早大家講說 他是什麼教母或什麼的 可是你想想看瓊瑤的東西 所帶動了多少的東西出來 他不是只有小說 你剛剛看到那個什麼滿出來的 那個講話什麼什麼 那都是戲劇 那是影視產業 影視產業它能夠再帶動的 其實包含是科技的部分 你想想看過去 我們現在看到好萊塢 很多的影城 他其實不再重視的是 那種實體的建築 很多做的其實都是這種 所謂的電腦的動畫 電腦的特效 他帶動的其實是更大的一群 是你看不到 你可能只有看到一個言情小說 可是我們看到台灣 有很多什麼青青河邊草 這個你們兩個一定都不知道 那個真的只有賴教授知道 就什麼青青河邊草 一顆紅豆 青青河邊草 那些其實在我面 那要笑了 你看 我跟他有共鳴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些東西 原先只是在紙上的東西 他突然搖身一變 變成在電視戲劇上面的創作 創造了多少的這些 我們熟悉的那些馬錦濤 還有你剛剛看到的這些什麼 很有名的這些電視電影的明星 你就可以想像得到 或許過去有一些人 對於韓國瑜的愛情的這件事情 是真的非常用很狹隘的東西去看他 當他開始具體要去走的時候 他其實可以跨足到的是文化界 他可以跨出來的 其實不是只有單純的 你只有想像的說 一個在摩天輪上面 做一個moteo 做一個hotel 那麼狹隘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還滿期待就是說 這一次他就職的這件事情 他其實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種 特殊的東西 但我反對有人講說 什麼就職大點 我覺得也把他搞得太誇張了 但我認為他其實可以透過 這一次他的就任 可以勾勒出一個 大家對於高雄其實一個未來 不要講說想像 你一個一個都可以看到 我似乎都可以感覺到 就是說如果今天這些東西 他是成型的 高雄有這麼好的地方 有這些人願意去投資 也願意再給你新建一些東西 他能夠有更多的發展 有很多更好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 其實邀請了幾個不同的人 其實都在不同的面向上面 去做這些邀請 過去這一些人 在他自己的專業領域 去發光發熱 我相信 我也認為 就是說韓國瑜 在提出這些邀請名單的時候 應該會有他的想法 而不是只是找大堆頭說 這個人有名 我說實話 哪一個人就職會去想到找瓊瑤 哪一個人就職會想說 去找一下王建民或什麼 或許有人想到 可是我相信這一次的 就職的典禮的邀請的名單裡面 應該也會讓大家 對於韓國瑜想要勾勒的 高雄的未來 感到更有興趣 剛剛這個教授 特別對瓊瑤有感是不是 教授今天第一次跟我們說 我有話要說 因為人靜點名我了 我們就必須要誠實的說 所以婉君表妹比較有興趣 對 我們回到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那個年代的時候 高雄的是一個 很大很大的工業園區 預防兄比我更熟悉 就是我們在高雄那個年代 我原準備了 他有很大的工業園區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很多的勞動者 他們是騎腳踏車的 騎腳踏車 然後那時候很多的 在工廠上班的騎腳踏車的人 前面都有一個籃子 那個籃子裡面可以放一些物品 通常都會有一本書 就是瓊瑤小說的書 因為那是我們很多的時候的 我們那個年代的人 因為那時候台灣本來從窮 要開始工業發展 然後大家都在 加工區裡面工作 加工區裡面 我工作的時候 很積極 很單調 很無聊 讓你精神糧食最豐富的 就是瓊瑤的那個小說 這是愛情 瓊瑤的愛情小說 我們可以從枝頭變鳳凰 麻雀變鳳凰 就我原來是工廠的女工 碰到一位白馬王子 然後這位白馬王子絕傲不遜 然後身家家事非常好 但是就看起來像一個流浪漢 結果一拍即合 然後發現他的家事如此的好 要不就是有一個隱身的王子 要不就是有一個隱身的公主 他要跟家裡鬧革命 要不就是要下嫁給一個貧窮的小子 要不就是要娶一個貧窮的小子 然後都要鬧革命這樣子 然後他們很堅決的 為了愛情 要去鬧革命 為了愛情 好 愛河以前不叫愛河 等待遇風兄會告訴我們 解釋高雄更多的故事 因為愛情以前不叫愛河 既然現在叫愛河 就是一個很浪漫的 很浪漫的時候 這個韓國瑜有一個巧思 其實他原來也可能是誤打誤撞了 愛情產業鏈 結果民進黨一定要把他愛情 把他說成是奸情 要把他污名化 說成是色情 說成是moteur 說成各種各樣 還有我就想到一句話 這句話就是 當時韓國瑜在議會的時候 辯論的時候 被問到的一句話 他說應該要問的是 問世間情為何物 這句話很有名 問世間情為何物 但是這個絕對不是藍營的 後來我聽到 後來我聽到 有一位政治的一個 目前也是首長級的 首長級就市長級了 他說這個斷句不應該這樣斷 他說應該要這樣斷 他說問世間情為何物 這個斷句更特別了 這個斷句的方法 就非常符合民進黨 把這個愛情產業鏈 把它污名化為 奸情為何物 但是這個絕對不是 藍營的先市首長所創造出來的 因為藍營的先市首長 他的語句很清楚 問世間情為何物 可是現在只剩幾個人 可以猜 好 那所以 有點好猜是不是 看你怎麼猜 但是重點是在於說 重點在於 當他被污名化了 可是我們都知道 愛情在我們的人生的過程中 它是如此的重要 沒有愛情的滋潤 這個人生就顯得枯燥乏味 就像要刁尾的這個樹一樣 所以愛情是非常的重要 既然愛情是這麼的重要 是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 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 為什麼不能把它變成 系列的產業 所以度蜜月 談戀愛 到高雄愛河去結婚 還有就是也可以做成為電影 所以瓊瑤去的話 如果愛情影視產業鏈 進入了高雄去 發展成為高雄的 專門拍出一些 非常筷子人口的 愛情的連續劇 或者是電影 你想想看 我們會創造電影影視文化工業 在高雄也可能可以發展起來 再把它發展成為 這個創意 設計 工業 電玩 電競 都跟愛情有關的話 你想想看 這個變成一個新的產業鏈 就可以正式的突破 擊破民進黨一直強調的 你的愛情產業鏈就是奸騎 就是色情 就是moteur 我覺得這個瓊瑤一下去的話 當然瓊瑤已經說他身體不適合 但他會支持就擊破了 原來愛情不等於奸騎 瓊瑤元素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們不要說瓊瑤 是剛剛兩位大哥的時代 因為其實我們也看過 環朱格格 我們這個時代是看環朱格格 因為他其實影響了台灣 甚至是兩岸三地的華人 整個華人圈好幾個世代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時間交給 跟高雄也很熟悉 剛剛被點到你 同時家裡頭藏書無數 也很浪漫的御方委員 你們對我不要期待太多 岳謙因為他在法國念書 他在法國念書 法國本來就是很浪漫的地方 而且他在法國除了念書以外 或許有一些滿浪漫的 經歷也不一定 我現在講高雄 現在講愛河 我是念高雄中學 我是住在高雄縣 老家在美濃 後來祖父搬到隔壁山林區 所以你們剛剛講 白玉蘿蔔 白玉苦瓜 都是你們的產區 白玉苦瓜就是我的家鄉 山林 山林鄉叫山林區 白玉蘿蔔就是美濃 我祖先的家鄉 所以現在韓國瑜的問題在哪裡 你知道 他講的話 他犯一個小錯 他沒有把這兩種東西分清楚 但是民進黨接著犯一個大錯 所以韓國瑜的小錯 就變成微不足道 然後大錯就變得很明顯 你高雄市的代理市長 許市長 你要去批評韓國瑜 說白玉苦瓜是什麼東西 你自己要不要先問自己 你在高雄住了這麼多年 又代理市長 連我們山林的白玉苦瓜 你都不知道 你當什麼市長 我們應該彈劾你才對 對不對 或是罷免他才對 是不是 所以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高雄的確是有很多可愛的地方 高雄有3000平方公里 新北市只有2000平方公里 高雄不是說只有港口而已 你看高雄縣的部分 那些福地 那個山區的那種美麗 那是你很難想像 越往山上走 越漂亮 你想納馬下 你說賈仙 桃園 六龜這家都很漂亮很漂亮 所以可以發展很好的觀光 至於說愛情的產業鏈 有沒有辦法把它建立起來 我認為要花一些功夫 要花一些巧思 愛河沒有錯 那時候我念高雄中學的時候 愛河其實是臭臭的 臭臭的 愛河是歷經了很多 市長們的整理 這裡面也包括吳敦義 甚至包括很多人 不喜歡的王宇元 他們那時候就開始在做 以前愛河裡面 泡很多的木材 因為那很多木材要泡水 你知道嗎 可能要去皮幹什麼之類的 比較容易 所以你想那個味道 怎麼可能會好 所以我們走過去的 都是一股新風 那個新味就過來這樣 歷經了很多人 因為上面有很多的工廠 你一定要把它們關掉 木頭絕對不能在那邊泡水 你要做很多的工作 然後說歷經了很多的事 你民進來收割 所以就是我們執政 才把愛河搞好了 前面的事都白做了 所以這個就是不好 因為我們這些老高雄 我們當然會知道 所以我覺得愛情產業鏈是這樣 就是說你有沒有辦法 把這個城市 不是只有一條愛河 有愛情的味道 你有沒有辦法 有一系列把它建立 讓這個都市覺得很漂亮 你要等一下想到說 愛情的都市 花都 想到一定是巴黎 巴黎難道是靠一條河嗎 也不是 它一定要靠整個的 它的建築給人家的感覺 整個的人文給人家的感覺 那個是不一樣 我以前我在淡江教書的時候 那時候有老董事長 張堅幫張先生講個句話說 你知道很多德國人 在德國住久了以後 他有時候跑到巴黎去透氣一下 要不然他會瘋掉 結果你就可以看出 就巴黎人的 他們很多的想法都不一樣 全世界第一個隱形的戰艦誰造的 不是美國人 拉法葉艦是隱形艦 那個是法國人發明的 你進入了拉法葉的軍艦 你再進入美國人造的那些 其他的什麼紀德艦 還有其他的一些諾克斯級的艦 你進去一看 你再問那些官兵 你喜歡再拿一條軍艦 最喜歡的就是拉法葉艦 你看裡面造的 就不會這樣有能有角了 他弄得很螺合 弄得很漂亮 整個人家一進去 就有很舒服的感覺 所以我用這個拉法葉艦來講 就是說你高雄市 你有沒有辦法打造 讓人家覺得很喜歡 很可愛 都喜歡來 否則你說 你要怎麼造一條愛河的 這個什麼愛情的產業給我聽 產業鏈 你告訴我 你要把愛河怎麼做個一樣 像愛河其實已經說手還滿漂亮 你已經這麼多市長以後 比我們那時候漂亮很多 再搞一個愛情摩天輪 可是這個以外 你可能還再加上一些元素 什麼高雄的整潔 清潔 包括夜市的那些改造那些 台湾 我是每天 我是家裡都說我買菜了 我們現在很多的傳統市場 你既喜歡進去 又不喜歡進去 因為你其實有親切感 有那種 可以看很多熟人打交道這樣子 然後你看得到那些雨 不會像超市冷冰冰的感覺 但是你會發現有一件事 我不是很喜歡 腳踏車也進去 很多的食物賣豬腳賣什麼 買回去就可以吃 你摩托車在上面 給我搞多少PM2.5在上面 搞多少油煙在上面 所以我們一定要管理到 就從高雄開始要去做好管理 傳統市場把它打造得很漂亮 我不是只有來這邊 什麼愛情摩天輪 或在愛河繞一圈 我也可能在這附近 看看傳統市場 有沒有看到一個整潔可愛的 有人情味的傳統市場等等 我講老實說實色 性也 不如天天只有搞愛情 你要吃東西 也去看一些夜市 看一些市場 市場裡面可以買東西 也可以吃東西 全世界很多的市場 傳統市場 都是觀光的景點 所以可能要多方的去想 而且最重要 要給韓國瑜一些的時間 我們現在都過負著神話他了 你知道既然是人 就不會是神 既然是神 就不會隨便下凡間 他也不可能一夜之間 把高雄市打造到 真的可以人口到500萬 那不可能的事情 搞10年搞不好也弄不到500萬 可是最重要要給他一些時間 有些東西要慢工出細活 慢慢才可以打造出來 歐巴現在很多的韓粉支持他 到時候變得最沒有耐心的 也是他們這批人 所以我理念大家一開始 就用凡人的眼光 看到韓國瑜 然後韓國瑜自己 然後自己好好動腦筋 去想辦法把高雄 打造得美麗 浪漫 可愛 這個答案很重要 我覺得請月千當顧問 他在巴黎 他剛才講的那很多的話 什麼奸情這些 都不是我們一般人想得到的 其實我覺得剛剛委員講得很 對愛情就算是一種氛圍 有浪漫行銷 確實有這樣的東西存在 但是你要如何把那個行銷 轉化成 確實可以讓大家賺到錢的東西 這不容易 對不對 其實洪文言我們台北市 也有滿多地方 其實我們也想要發展出 那種浪漫的元素 但是在台灣總會覺得好像 缺一味的那種感覺 我們繼續談窮瑤阿姨嗎 對不對 洪文言也有順便對不對 因為我很愛看連續劇 其實那種愛情劇我很愛看 就是剛剛講像那個 其實在窮瑤劇中的女孩子 大家會發現 從以前 也我不曉得大家還記得 陳德榮 好像在裡面有出現對不對 或者趙薇 林心如 一定都是眼睛大大的 然後臉小小的 非常漂亮 我猜 剛剛說窮瑤阿姨是韓粉 我認為韓國瑜也一定是窮瑤粉 你想想看那種漂亮的女孩子 我覺得一定是韓國瑜以前 從小就從 以前就覺得很 我要追求女孩子就是這樣 她太太也很漂亮 加芬姐很漂亮 加芬姐也是眼睛大大的 對 那個加芬也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其實 兩個應該都是互為粉絲 其實 我覺得韓國瑜的行銷非常厲害 在選前 大家不是這樣 夜席 你知道我們最近 都有一些感恩餐會 然後你知道每一場感恩餐會 他們要唱卡拉OK 找不到夜席 大家就站上面這邊唱 就唱夜席你知道嗎 不用卡拉OK帶了 夜色夢夢星圓無光 大家就開始一起唱 大家記不記得 他在選前 就是選前趙氏選了一首歌 叫好好愛我 好好愛我 好好珍惜 後來我知道 你該去把它唱完 全面唱 對不起 可能我要有歌詞提詞 提詞我應該可以唱完 他為什麼去選那一首歌 我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 因為大家都知道 高雄曾經做過高雄的加工區 當時非常加工區很多的 那時候有所謂的女孩子 她們最愛的歌姓是誰 就是鳳飛飛 這首歌就很多鳳飛飛的歌 都是曾經經歷過高雄加工出口區 那樣的一個經濟成長那個世代 她們對鳳飛飛這歌耳熟能詳 所以她們在選前之夜 就選了這首歌 這首歌就喚起很多 原來在高雄的記憶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說 她其實選的人 大家覺得很好玩很好聽 可是事實上 她都有一個行銷的意義 為什麼要選瓊瑤 大家一想到瓊瑤 第一個就想到愛情 浪漫的愛情 那一個城市在行銷裡面 除了什麼美食 或者我要有好玩的東西 如果你沒有浪漫的愛情 其實有時候就覺得很沒有味道 所以像我剛剛不是講說 我很愛看連續 我也常追劇 大家會發現 其實在整個的那種愛情行銷 在所有的劇裡面行銷 其實日本是很厲害的 後來的韓國更厲害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 因為我們這些都是男生 我們這句還是… 對 我們這一句 所以我們如果假如說 我們去韓國 或者去日本旅遊 尤其是韓國 那景點一定會告訴你 這是什麼恐流 哪裡拍的 鬼怪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首爾的時候 你看冬季練歌 我當然要去 就那個很浪漫的 你就覺得說 你要化身裡面的男女主角一樣 我在那個情境裡面 我就覺得 我好像就回到我那劇裡面 我所追求的偶像 不管是高高帥帥的男明星 或者那個男生就覺得說 我最喜歡 我最喜歡那個人就是誰 還有一個 我去首爾的時候 還有一個景點 其實我覺得有點遠你知道嗎 大家記不記得有個小王子村 有沒有 大家記不記得就是來自欣欣的你 就是來自欣欣的你 她那樣飛起來之後 那個場景 所以好多女孩子 她到了首爾 她就一定要去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事實上要坐車去 超遠 對 是遠 她並不在市中心 可是很多人都要去 為什麼 就為了那一部 在整個的韓劇裡面 那一幕追劇 然後覺得我只要到了那邊 我就成為全志賢了對不對 就成為大明星了 所以為什麼韓國瑜在講所謂的 在市政行銷 城市行銷裡面 他要把瓊瑤要過來 其實很可惜瓊瑤沒有去 可是同樣的我覺得不管 因為韓國瑜還是有在拍戲 還是有在拍戲 或者未來有偶像劇 其實台北的景點也是一樣 其實我們有好多的咖啡 尤其像我的選區民生社區 我們好多的咖啡廳 就是因為有一場偶像劇 或者一場電影 在那邊拍了一個角落 那邊就爆紅了 從此以後你就會發現 到了假日就在那邊排隊了 很多人就是追劇而來 所以未來高雄我覺得 韓國瑜我相信他一定有高人指點 或者他自己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不只是瓊瑤 未來我們所有的大導演 或者偶像劇一定要拍的話 我今天如果是高雄市長 我一定會說 我會盡量的輔導 不管是拍偶像劇也好 或者拍電影也好 盡量的到我高雄來拍 只要有拍一部 成為大家所有的年輕的男女 覺得說我一定要到那邊 去喝一杯咖啡 我一定到那邊去拍一張照 我一定要到那邊去打卡自拍 那就成功了 所以我覺得很對 一講到這個偶像劇 有沒有看到 洪威議員馬上變少女性 對不起 講說劇情大家都不一樣了 對 這浪漫起來的感覺 不過雖然這次邱小儀不能來 但他也要送一個全套全集 給韓國瑜市長 我覺得裡面可以翻一翻 經典名劇 愛河對不對 旁邊可以就來想像一個什麼 旺夫妍之類的 旺妮早歸 也不錯對不對 其實可以好好的來思考一下 如何行銷 廣告回來繼續講 除了瓊瑤阿姨之外 他邀請了好多人 先進一段廣告 歡迎回來 我們剛剛講了 他舊職典禮邀了好多人 尤其是愛情教母瓊瑤 我們再來看一下他還邀了誰 來看到政治方面 例如前高雄市長謝祥迪 他是答應要來參加的 另外花媽前高雄市長陳菊 還沒有確定 另外比較特別的是 陳其邁的部分 他的對手 他說不邀他 因為考量他的心情 你怎麼看政治人物 有些人有些來 有些不來 有些還甚至不邀 但其實說真的 陳其邁我覺得他 現在他也還滿放得開 昨天都可以唱紅豆 對不對 他英文歌 其實我覺得如果陳其邁願去 我覺得這個意義非凡 為什麼 因為坦白講選舉本來就是 會有競爭 可是如果選完之後 大家可以放下 過去選舉這種劍拔奴章 的那種心態或氛圍 好好的參與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 高雄人的大事 這不是只有 韓國瑜當上市長 不是只有韓國瑜自己的事 這是整個高雄的大事 或是說一件喜事 我覺得如果過去的對手 都可以一起來參加共襄勝局 我覺得不要說 對於高雄人是個好事 連對他自己也是加分 對不對 所以說當然 我不曉得最後他們去不去 比如說謝長廷 他已經答應要去了 我覺得這是很好 為什麼 因為像他過去也是老市長 對 當然 所以其實我覺得 歷屆的市長 我猜應該都會邀 如果大家能都一起去 尤其是見證高雄 這麼很特別的一刻 畢竟被 譬如說綠營執政 這麼多年 二十年 變藍天的 然後舊的縣區三十年了 所以說 如果大家共襄盛舉 我覺得對大家都好 至於我還是要講一下 剛才那個瓊瑤 他明明胡忘瓊瑤 也想講一下愛情 你覺得你想愛情嗎 是 我來cue一下 當然我對瓊瑤阿姨不熟 但是我會說 就是說 如果以比較年輕世代來講 或許可以考慮還可以邀請誰 譬如說九把刀 就不錯 九把刀要拍 那你 我們一起追個厲害 對 那有追個厲害 市民議員真的很厲害 旁邊 我再考慮 那陳錦樹拍了哪一個電影 對不起 這我就不能 陳錦樹是日本人還是 沒有 陳錦樹是支持陳其邁 對 這個就比較政治一點 陳錦樹另外很很有名的作品 叫六弄咖啡館 我相信很多年輕人都看過 對 我會說愛情不分老幼 不分年紀 對 我說像瓊瑤阿姨 他們這個市場的群眾有 可是年輕的也要有 市場的群眾 這也好好說 我就請說清楚 就是 是像御方委員這種市場 不要再cue御方委員了 所以我會說 大家可以平衡一下 尤其你要給人家一種崭新的 一種新的氣息 尤其就是說我們知道 韓國瑜他支持的群眾基礎 很多是韓粉 是網路上的這些人 年輕人 對 所以說 我就幫年輕人講一下 也許如果可以邀一些 比較年輕的 對於愛情的產視 詮釋 非常道地的 知名的 也幫 坦白講邀請這些人以後 未來 愛情不僅是在硬體 軟體上 比如說剛剛我們講的 拍電影 偶像劇 都有可能在那裡 所以說我覺得 這是一件好事 再來我補充一下 剛剛愛河的由來 一分重要 念念不忘 浪愛你的屬 多想談戀愛這個人 不是 我簡單講 愛河當然這是一個 美麗的錯誤 事實上以前愛河叫做 高雄川或打狗川 這實在叫打狗川 它這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因為當時就是說 在愛河旁有開那個叫 愛河什麼 什麼 做那種遊覽船的 什麼 他們的 當時它的名稱就叫這個 再一次很大的颱風的時候 那個招牌就掉下來了 結果大家都看到愛河 就原本它只是一個店名 結果就被誤會 也不是誤會 大家就取愛河那個名字 加上過去有人在那邊殉情 所以說就把它連結起來了 一直到1968年的時候 才正式改名為愛河 我要講就是說 事實上也是有這麼 詩情話意的名稱 所以高雄就變成一個 適合談戀愛 做愛情產業鏈 不過講到愛情產業鏈 我要先講 據我知道 第一個提出這個概念 事實上是黃俊英 前參選人 副市長 他在參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他就已經提出所謂的 戀愛產業鏈 戀愛產業 後來沒想到 陳菊在2012年的時候 他當高雄市長 他也把這個概念 也帶進來了 他那時候叫戀愛經濟 最後再到韓國瑜的 所謂的戀愛產業鏈 我一直說 事實上這都是有脈絡可循的 所以說我一直說這件事情 尤其是愛情 不分藍綠 最後我舉一個作家 聶魯達 一個很有名的作家 他說愛太短 但是遺忘太長 我是希望就是說 他現在提出了這樣的概念 不要說只是因為 是因為選舉 未來這個產業 事實上可以帶動 整個高雄很多的經濟 甚至讓很多人 因為這樣的產業而賺錢 讓高雄過著更好 更複數的生活 所以說這件事情千萬 我希望不要只是一個 選舉的議題 而是真正可以長久 然後帶動高雄的觀光 愛情產業 真的讓大家發大財 其實說到在愛河辦就職典禮 當然希望推動 愛情產業鏈之外 也給大家一種 比較祥和很peaceful的感覺 所以他也邀請了 其實之前這些市長 整治愛河 同樣一起共同的參與 但是這一次大家很期待的是 他也可以邀陳其邁 事實上佐音陳其邁 他就在博爾這邊辦了場音樂會 很多人就去問他說 如果韓國瑜要邀請你 去參加就職典禮的話 你會不會去 他的講法是說 再看看 對方還沒有提出邀請 但是這一些 我們今天聽到的這個報刊報導 是講說 應該可能考量到他的心情不一 其實我覺得可以 再稍稍的思考一下 我們能不能促成這一樁美式 更何況其實 陳其邁委員昨天在台上 我覺得他整個那個氛圍 跟思考模式好像跟之前其實 已經打開走出那個情景了 是 其實昨天有看到 陳其邁委員他那個直播 應該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現場氣氛非常非常熱烈 很多人就說如果說他在選舉的時候 做出這樣的東西他可能就不會輸 當然這個選舉已經過了 但是我必須說 他應該是中華民國 最近這十九二十年來 大概拜選拜的最漂亮的人 我覺得風度非常好 然後整個給人家也是 就是讓人家覺得非常溫馨 非常感人 所以我覺得陳其邁委員 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以前他跟韓國瑜 之前也是body body 大家感情也不錯 對 兩個人在選舉期間 其實也有所謂的君子之約 就互相不要攻擊對方的家人 我覺得現在選舉已經過了 大家也希望 未來高雄能夠變得更好 所以我覺得陳其邁 真的可以考慮說 他也去參加一個 這個就職典禮 然後象徵藍綠在高雄的一個 大和解 我覺得大家一起為高雄 這個城市打拚 其實我覺得這樣是不錯的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人 也可以去 陳其邁總統 陳其邁總統不是說 他很想去體驗做摩天輪嗎 對啊 韓國瑜其實有說 要邀他來就職典禮 但陳其邁總統又講得很酸說 他去怕被打 所以現在不太敢過去 我是認為 陳其邁總統如果去的話 應該不會有人打他 基本上他只要遵守 中間的規定 他不要上台致辭就好了 其實他應該是沒有什麼事 我就覺得大家都可以去 大家都不要去分得太細 因為我覺得選舉只是一時的 重點是選完之後 大家要共同努力 只是我對有一個人去 我會有點連接 就是謝長廷 為什麼 像您雖然是前市長 但他畢竟已經隔了很久了 而且他現在的任務是駐日代表 這個駐日代表 老師正式不幹 還可以回來服選 現在要回來參加就職典禮 我真的覺得有點奇怪 我真的有的時候很想請家院去查一查 他回來服選 那個錢到底是用誰 我真的是很懷疑 我覺得謝長廷跟高雄的淵源 也隔了有點久了 而且他也是個落跑市長之一 我真的覺得可以不用回來了 你好好把駐日代表做好 尤其是我們的核實公投通過的時候 他不是自己說 我們現在在日本 面臨很多難關嗎 在這種緊要關頭 你還回來幹嘛 你就好好留在那邊 為台灣打拚 我求求你拜託你不要再回來 其實這個名單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藝文界 政界 另外還有一些商界的嘉賓 也是 尤其郭台銘也是希望能夠拚經濟 所以邀了郭台銘 郭台銘他也會到 但是大家也很好奇 同樣也是我們所謂的台積電大佬 創辦人張仲謀他沒有來 是不是沒有邀他 難道是因為他跟小英總統 其實是不是還滿接近的 你怎麼看 我想應該不會啦 因為韓國瑜他主張的是藍綠大和解 對 就是選完了 那麼大家共同一起來為高雄打拚 我覺得陳其邁 如果韓國瑜請他的女兒 那麼去送帖子 OK 就是說陳叔叔 那個可不可以來參加 跟世間哥哥同一樣的方式就是 把它融化了 我覺得可以融化 那麼我個人認為 因為陳其邁這次表現得太美了 那麼他在選舉到一個段落的時候 他就估計他大概輸了 就出來這樣 然後他就很有風度的 很有風度的 很有氣度的 那麼恭喜韓國瑜當選 然後承認他的敗選 然後我覺得他們兩位當事人 我強調是兩位當事人 在整個選戰的過程中 他們遵守他們的軍旨約定 都沒有去攻擊對方 是周邊的一些人 那麼尤其是像段宜康委員這些 那麼去攻擊 這個是陳其邁所控制不了的 但是如果以陳其邁個人來說的話 跟韓國瑜個人來說 我覺得他們兩位 都是守住這個約定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如果說陳其邁那麼也來參加 我覺得這個是好的事情 但是我們再強調 就是韓國瑜他主張的是 愛情產業鏈是他振興高雄經濟的 一個政策之一 並不是唯一的政策 其中一環 對 張忠謀代表的是那個3C 就是半導體的一個產業 如果說要根據這個AI的產業 就是假設高雄要繼續發展AI產業 那在邀請的來賓中 也要想方設法 請這些AI產業的企業進來 的一些龍頭的一些 有指標性的企業界的人士來 如果說你的產業的方向 要做一些調整 例如說我覺得愛情產業鏈 是我的軸心之一 因為它是庶民經濟 我就按照我愛情產業鏈 剛剛玉芳兄有提到 很多好的建議 例如說包括你傳統市場 怎麼去重新整治 你包括你整個山區的這些 好的觀光景點 我要怎麼去整治等等 你在這個部分裡面 你就可以邀請更多的 國際的或是對岸的 或是台灣的 例如說像我們的台灣有一些 很棒的這些做這個 像景觀的 做這些遊樂場的 他們都願意到高雄 再繼續加重投資 這個時候把這些 有指標性的這些企業家 他們也都邀請來 例如說包括 我們一直強調 包括國際的 包括對岸的 包括我們台灣的 然後都邀請來的話 我覺得這樣的情況 會讓大家感覺說 這些企業界他們來 就代表他們對於高雄的投資 是有興趣 我覺得當然再加一些 庶民的代表 之前有說陳述局 更多的庶民的代表來 我覺得這樣的話 會讓他的這樣的一個 就職典禮 就會感受到說 他的整個軸心不言而喻 我覺得這很重要 好 所以其實大家 都還是希望說 能夠邀其邁來好不好 我們韓市長還是給人家邀一下 他要來不來 他可以再做決定 廣告回來我們繼續來聊 好 歡迎回來 我們現場請到兩位大哥 應該說幸運兒 幸運兒 幸運兒是網紅的 我的幸運哥 吳大哥 你好 嗨 大家好 歡迎兩個 吳大哥 旁邊還有我們這一位 是寒冰大哥 賣寒冰的大哥 其實這兩位大哥 只要說太幸運了 你們昨天是幾點去抽攤位 聽說你們都有抽到那 120攤可以跟韓總一起擺攤 是不是 是 我就拿了4000多號 我還不到9點去的時候 已經拿4000多號 韓冰他拿5000多號 對 都有抽到 有 很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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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長拿4000幾號的時候 你自己有一點怕怕 想說怎麼來那麼多人 會這樣嗎 其實我不會 我是說 隨緣 因為我對韓總 照這幾條 幾條下來 也不知道賺不賺 不過我看很多人 我們為什麼要 很想賺 不過他們都去不住 我現在 好像是科學 我們還要開放一些路段 讓他們一些機會 可以等到錢 為什麼要搶成這個樣子 生意有差多少 差多少 真的有差 一般我在路邊賣 在過去 一兩年前 我在路邊賣 都是1、2千塊而已 1、2千塊 比較好 2、3千 3、4千塊 不過 早安揮的 就都這樣 都上萬塊 哇 10塊 幾萬的 真的幾萬的 我最好 最近我有說過 我是總共賣了 10、7千塊 哇 因為 我一個 這個 好空的 所以說 大家都知道 我自己做料都好 有的 炭酸油 賣得很好 所以大家都很踴躍 賣得很好 看在我 大家都爆發 我也很抱歉 香港爆發 因為 我就是把空棒 那條紅鍋 要把人家做新的服務 放在我面前 那條紅鍋 是把空棒變改 也翻斷了我的人生 對 是說 現在你也是 你現在也網路紅人 騎機車的戴安全帽 擺他不擔過 不然大家都有誰 所以說 我現在就是要開一個 韓國瑜打批會館 因為我真的已經全台灣 來高雄市場 韓東 無味蠻多 不好意思 聽人家跟我開港 我覺得像韓濱 也可以跟我做合作 我們這位 這位可以不夠文章的東西 要不要 吃幸運地 吃韓濱 吃咖啡 跟我們這位 來這裡打批 這裡都韓粉 大家都不說 要說什麼都不可以 對 你現在在哪裡 很多人在問 你現在在哪裡 好 我跟你說 我在高雄市場民區 熱和解 熱和一切的家 跟自由路口 等一下 警察跑過去怎麼辦 沒關係 我也是這樣做 因為我常常就是 賣新人茶就習慣在這裡賣 因為在路口賣是我們的美工 這個我在夜市賣 已經賣不好 然後都賣 賣的 要賣方便 看一看 就賣車 阿嬤車會幫我買 所以我會賣這種提供 可是現在 我現在有收拾起來的時候 我也希望說 我有一間平衡 可以跟我們家伙 我們家所有的韓粉 大家每天來 因為我家每天都有 人來跟我打批的 都看到我 我鄉人穿起來 我也覺得 抱歉 對 你坐直點點 我後面 我後面 有人在看 他們都給我上鏡頭 其實 還可以稍微走在那裡 走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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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大家打個刀 真的在打屁 對 真的 這邊可以擺攤嗎 還有我們含冰 吳大哥 你這裡是客人還是農民 我們很怕去給他們開燈 沒關係 沒關係 我一排紅帳裡面 我們家也不比台北 對 我們比較乖 這樣 趕著我們再燈 對 是 韓兵大哥這一次也有抽到 很幸運 我看你手上還特別弄了一個樂高 你們現在是不是白攤 都還要弄連噱頭是嗎 對 這我們打算 當天要可以拿來賣 這可以拿來賣 對 這是我 很有設計的 昨天晚上熬夜把它做出來 準備幾個 我們可以現在 因為這個比較好吃 所以 可以的話 我們可以先 預訂一下 對 我們自己本身也會 多做幾個來 在當局那邊賣 你們就職典禮 有沒有準備什麼東西 準備幾份 那現任地要準備多少 我告訴你 我如果要現任地 我還要賣熱狗到四條 準備兩千份 熱狗也兩千份 我的現任地也兩千份 要用條都千幾份 因為上次賣的 實在是下下叫 都是掃光光 我聽來油條到燒餅 就賣一千五百份 這兩樣 所以說加起來 賣到兩千塊 加起來是十萬塊 魯達哥你現在生意做很大 大老闆呢 你有沒有缺人手 我這裏皮疙瘩 我這人手 這韓粉 我又沒用 他還會把我倒腳趾 自己自己裝就對了 這樣也可以 假賊鬼也要人刺激經濟 真的 這有需要 所以說 我都有時間 我會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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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個店名 集合我們家 收尾年輕人 大家來接拼經濟 可以賣各式各樣的東西 包括 像韓國瑜的這個 這個 還有我們的T恤 來看一下 還有T恤喔 限量的 所以現在是大家 要開店就對了 今天我感謝的 這個就是比較專業 我發現大家已經開始拼經濟了 生意越做越大 生意越做越大 平時有一些人 他們會帶他們的東西來 我的本來要來消費 然後他會跟 會直接 給他推薦說 這麼拼了 是說吳大哥 早上應該有很多朋友沒聽到 回去還有白色頭白色地 很可能 沒辦法拼經濟 我跟妳說 他們大家都跟我說 大哥 妳旁邊可以讓我排嗎 真的 苦吃到我誰都不敢 我說 我跟妳拼了這麼久 我跟妳說 我可以整齊 看看 賣的小路段 所以 來看看 這樣喔 真的嗎 真的嗎 因為大家都是想要賺錢 因為我們在那邊有規劃 就是防止做病的行為 你要賣什麼 你要事先填血 這是公正的 我如果求沒有 我也是會想說 很多人說 已經忘了說 要幫我幫忙 所以說 我也是 歡樂 如果沒有我也是要去附近做 做個地方 沒關係 我希望說 政府 我們是不可以開放 拼聯的 我拼了 我怕拼了 拼了拼了 我可能會拼了 沒關係 大家 經濟會拚拼了 都可以拼了錢 日後的經濟發展 得要永遠 我們大家 我們這裡 我們本來都可以說 我們專業一級 不管案例或是誰 我們支持它 是希望它 沒有誇愛 對他們領域來為我們高雄打拚 他做得好嗎 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停的 不停倒 他做得好嗎 我真的不知道 我希望為他四年 做得好 我們繼續為高雄打拚 因為現在含有的旋風 不只在高雄 甚至台北苗令 各個館市都來 我都會感受不到 人有變得多嗎 人有變得多嗎 事實上有來 但說漸漸的漸漸的 我昨天到愛河去那邊 看艾滋船也很多人在搭 觀光客也這麼多嗎 國外觀光客 日本 我有看到是日本 日本的艾滋船 兩三台這樣都是很有客 有的外國人 有的外國人都 我跟妳講英文 我不會說原本 沒關係 吳大哥 我跟妳講 我們現在跟就職典禮 還有整天的時間 練一下 練一下 好不好 牽放給牌出來 我們在那25號 一檔牌的時候 不管是台灣人 日本人還是美國人 都會通 請你賺大錢 希望您25號那一天 也一樣跟之前賺大錢 超過10萬塊 越賣越好 謝謝 我就可以開店了 要旁邊跟大家打聲招呼 他也有 他也有 對 祝你們趕快開店 祝你們賺大錢 趕快開店 重點是大家一起追求好日子 哈囉 我想要講一下 我是在小港的旁邊 不是在市場 因為小港人 在這五年的時候 一百萬塊 還好玩 好 好啦 我們一起追求過好日子 謝謝 希望大家賺大錢 好不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謝謝 好 祝福大家 好 我們說現在大家都很期待 25號韓國瑜市長就任 你要跟著韓市長一起 追求好日子賺大錢 對 但是他的內閣團隊 被大家用這個放大鏡一直看 每一個人只要一出來 馬上祖宗十八代 就算你沒選過局 這個所有事情都被攤出來了 所以現在其實就連韓市長 他自己都說 我真的都要問得很清楚 甚至昨天還自爆 說我真的還差一點找到有人 曾經被抓過酒駕 來看看他怎麼說 大家要不要關心了 去進度 電鍋在煮飯 你不要一直開鍋 飯都不會煮熟 好不好 我們正在進 我們會稍微晚一點 我現在不要把這個鍋 鍋蓋掀開來 有一個官員談得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到最後一刻他告訴我 他曾經酒駕被抓過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了 這個小內閣 你看他特別講 有一個內閣官員 談得非常非常好 最後他曾經酒駕被抓到 所以就沒辦法就Out了 差點用到酒駕內閣 但其實愛之聲則之切 對不對 因為我們很喜歡韓國瑜市長 我們對他有很高很高的期待 希望他可以挑到對的人 好的官員為民服務 對 所以講到內閣 我們要特別問一下原資 就是您認為我們的韓市長 現在在挑內閣 是怎麼樣的一個內閣 其實我覺得大家要給韓市長 多一點時間 其實他是滿謹慎在挑了 你沒有發現嗎 他如果發現人家有酒駕 他馬上就說這個不行 所以他非常謹慎 而且我對韓市長 跟你用詞一樣要很謹慎 對 所以 所以我是對 我們幫大家解惑一下 因為之前 遠之情 我相信他一定也是對韓國瑜市長 非常高的期待 所以他就希望說 能夠有一個最好的內閣 先前當然有一些 形容與用詞的時候 每一個人的看法不一樣 但是其實我 他沒有看法不一樣 他是覺得說 他沒有那個意思 沒有那個意思 沒有那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韓市長他的選舉 他單槍匹馬到高雄 所以是各路好漢來幫他 對 但是用錯成語 但是其實我是肯定韓市長 就是說你看 將帥這麼強 然後團隊四面幫幫他 果然打贏了勝仗 其實我的主要意思是這樣 的確大家有沒有發現 他現在還沒有上任 已經帶動整個經濟了 你看我們剛剛那段BCR 信仁哥 信仁哥跟韓冰 韓冰 不得了 我看新聞 他說5000多個人去排隊 去抽120個攤位 而且8號開始抽籤 7號就有人去排隊 然後還有人是全家動員 就是希望多幾個籤 而且主辦單位 以前很多人辦活動 是怕攤販不來 他們是還怕有黃油 為了防範黃油 會在你的手臂那邊蓋一個章 你如果到時候已經抽過了 你還要再去抽 你這個章呈現出來 你不行 你不能重複抽 而且還要寫說 你要去賣什麼東西 對 你不能頂替 然後要寫去賣什麼 所以這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情況 一個就職典禮 辦下去 結果帶動如此大的庶民經濟 我覺得這就是 還不用上任 就已經經濟開始發展 這非常厲害 而且我們觀察到 我剛剛有兩個現象 第一個 韓市長現在本身 就變成一個品牌了 這個品牌的核心就是 可以發大財 可以帶動經濟 所以剛剛我們的杏仁哥 杏仁茶哥 他說他要開一個 韓國瑜打屁會館 有沒有 以韓國瑜為名 然後另外還有很多 韓國瑜的周邊商品 包括他的公仔 包括他的T恤 所以以韓國瑜為核心 整個商品店那麼多樣化 整個經濟能帶動起來 這是很厲害的 第二個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整個高雄變得超有創意的 包括除了韓國瑜本身 很有創意之外 連我們攤辦都很有創意 還拿樂高 做很多花樣來吸引大家 把整個就職典禮 辦得跟嘉年華會一樣 這個嘉年華會 就是承接了韓市長 過去在競選活動的時候 一樣 大家一兩點的時候去排隊 然後去參加這個造勢活動 然後延續把它變得很熱鬧 很歡樂 所以高雄讓人家感覺 真的很不一樣 我想到我最近在網路上 看到一篇文章 那個網友也是非常有創意 他因為昨天不是 還是前天 陳其邁不是開一個直播嗎 韓國瑜聽到之後就說 我有全程看完 也很有風度 我有去看 然後我希望他留一杯咖啡給我 這是韓國瑜講的 結果有網友就寫一篇文章 說兩年之後 陳其邁真的開了一家咖啡店 他這個陳其邁望著 咖啡店上面的一個照片 這是他們兩個參加辯論 最後擁抱的照片 然後每天都期待 韓國瑜來喝那一杯咖啡 來喝那一杯咖啡 然後結果有一天 終於要打烊了 結果韓市長出現了 說我那一杯咖啡給我喝吧 兩個人就申請對看 然後結束了那篇文章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 其實現在這兩個人 包括整個高雄 包括網友 對整個高雄期待 是一種很歡樂 很浪漫 然後很和平這樣一個氛圍 這個氛圍我們可以從 陳其邁最近 敗選之後的一些表現 剛剛大家也談過 可以感覺得出來 真的很不一樣 韓國瑜跟他之間那種 君子之爭之後的 欣欣相惜那種氛圍 大家其實看了都非常的窩心 也非常感動 所以我個人認為 就是說韓國瑜 韓市長對高雄來說 絕對是可以把高雄自己很好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 談的愛情產業鏈 愛河 大家說愛河怎麼把它變浪漫 大家還想不到很多方法的時候 好 定位清楚要愛情 就找瓊瑤來 對不對 馬上把愛情就連結起來了 剛剛很多來賓也建議說 你是不是可以 除了瓊瑤之外 像指責說九把刀 其他的作者 大家把整個愛情氛圍營造出來 這個愛情出來之後 很多人要談戀愛 自然而然第一個品牌 就想到要去高雄 所以高雄就可以吸引到很多 過來 有很多人到那邊之後 就會產生很多故事 我有舉一個新北市的故事 以前我們在行銷 新北市的餐廳的時候 有一家餐廳在九份 這家餐廳 它號稱叫月老茶樓 為什麼 因為它號稱 裡面曾經有300多個人 在那邊求婚成功 曾經有一個男生 求婚從來沒成功過 聽多這個故事 立刻就把女朋友請到那邊 果然求婚成功 所以老闆就說 我們這個茶樓有月老助手 所以它有個外號叫做月老茶樓 月老茶樓這個聲音這樣一出去 馬上有一個故事 大家要重婚 全部都去了 就是一個故事行銷 所以未來高雄 也可以善用這種故事行銷 因為既然是愛情產業店 絕對會有很多浪漫唯美的故事 包括剛剛那個咖啡 也會變成一個咖啡館 這類故事越多 定位清楚目標明確 高雄未來的龍井是指日可待的 對 好 看得出來原則還是有一點點的 對我們的內閣人事案 他沒有特別講內閣 我們請教紅衛議員 其實我們知道現在在找內閣 真的是 大家為什麼會這麼擔心 為什麼會好像有一點點覺得 是用放大鏡來檢視 其實都是因為大家對於 韓國瑜的期待真的很高 其實確實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新任的縣市首長非常非常多 但是媒體也好 或者是就是網民也好 其實也沒有太關心 其他的縣市首長 他的內閣人士是怎樣 對不對 所以反而大家就是特別的關注 韓國瑜的找內閣的人士 所以會使得韓國瑜變得 我認為他的壓力會變得非常大 所以他後來才講說 我這個電鍋正在煮飯對不對 你一直要掀鍋看看 那當然就煮不熟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在某一個程度 應該給他一點時間 因為之前整個內閣人士 大概可能受傷比較重的 就是那個園民會的林國群 當然因為在 因為他是第一波人士 第一波人士出來一個 就是說還在司法進行中的案件 我覺得這本來就有修正的可能 本來就有修正的可能 可是也是因為這個案例之後 大家所有的人每一天 而且一天可能還問 照三餐再問 尤其現在有很多即時新聞 都滾動式的即時新聞 早上問一次 下午問一次 對 一定都要問 所以變成 我覺得壓力會非常大 顯然韓國瑜 現在是以非常高的一個標準 在定他的那個人士 比如說他之前他不會去說 不會去特別問你有沒有前科 或者你有沒有在司法進行中的案件 現在一定是必考題了 一定會變必考題 他現在 他不是自己講嗎 說有一個其實談得不錯 談到最後 我想對方還算滿有誠意 就是說我曾經有酒駕的 這樣的一個紀錄 立刻就no 就沒有了 我就想到說 其實我們現在行政院的發言人 他也有酒駕紀錄 那好像也沒事 還是做得好好的 所以顯然現在高雄市的 內閣的標準 比我們行政院內閣標準 高很多了吧 高很多了吧 當然他最後 因為變成現在比較緩慢一點 但是時間也不是很長 他要馬上的去公佈他的人事 我反而覺得就是說 你內閣人是帶幾個標準 第一個標準 真的不要再用仇佣的方式了 真的不要再仇佣 確實在浮險的過程 很多人都講說 尤其各方人馬 當時在浮雪你 當然希望能夠跟你共治天下 就是也一定會有很多的名單 推薦出去 我覺得不是不能夠去推薦人 有的人講說我覺得也不對 因為在過去來說 就是本來一個首長 他可能所 他能夠所接觸的人非常有限 所以不管有推薦名單 或者是制薦名單 我覺得都非常好 但是重點是 你只要不要仇佣 第一個不要仇佣 第二個就是用人為財 真的用人為財 比如說當時盧秀燕就被人家說 他用什麼派系等等之類 我就想再講一個案例 就是他的新聞局長 吳黃生 大家不是說 他是曾經做過 就是顏家班 就是顏利敏的研究室的主任 就把他歸類為派系 可是事實上 吳黃生30幾歲 30 對 英豪34歲 反正不到35歲 非常年輕的一位 因為我認為他算是非常有能力 對 我說他當顏利敏的研究主任 那時候在我們國民黨內初選的時候 江啟成不是也有在初選嗎 對 那時候後來他就到江啟成那邊 去幫忙了一段時間 之後盧秀燕出現之後 他就去幫盧秀燕 幫盧秀燕當他的發言人 他的角色扮演得都非常稱職 大家都基本上他第一個他敢衝 第二個表現又非常稱職 接下來他當他的新聞局長 有什麼問題 然後你就偏偏要講說 他過去當過顏利敏的 什麼研究室主任 就把他歸類為什麼派系的色彩 那事實上他自己本身 也不是正二代 他也不是這個 他的家族裡面 也不是在派系擔任要角的 我請問一下 這樣年輕人為什麼不可以用 我覺得用得很好 所以我希望韓國瑜現在 因為大家都睜大眼睛 在看他的人事 我覺得他只要有這幾個原則 幾個原則就好了 當然輿論 網路一定會去關注 我個人覺得他壓力非常大 但是只要把握住原則 最後把亮出一些真的滿不錯的人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拚經濟 就是拚經濟 那其實你看 包含他的這個就職 大家什麼就職大點 我就不要有這種 這什麼時代 什麼就職大 不用這麼大點不大點了對不對 就是一個就職的儀式 然後我覺得非常好 讓很多的攤販 透過這樣公開透明 雖然大家很辛苦 我想想看你拍拍拍拍 拿到四千號五千號 你拍多久對不對 很辛苦 可是問題是 讓大家都能夠去參與 這就非常好 所以只要把握住一個原則 拚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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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重要的事情 我們要講三次 至於人事中間的 有一些紛紛擾擾 我覺得過去就可以了 沒錯 大家為什麼放大了眼睛 再來看他的內閣 就是希望大家一起過好日子 拚經濟 那尤其你知道嗎 韓國瑜不只在高雄那個地方 造成的一個氛圍 另外連這個花蓮藝品店 也送他一個所謂白玉苦瓜 我們來看看這個新聞片段 我覺得很壯 兩手抱起白玉苦瓜 看來有些吃力 因為這可不是蔬果的苦瓜 而是用進口玉石屌殼而成 是收藏家簡先生的重要寶物 而他現在決定要割愛送給韓國瑜 不小心口誤將白玉蘿蔔 講成白玉苦瓜 卻也意外讓白玉苦瓜爆紅 簡先生收藏的這塊苦瓜玉石 長50公分寬28公分 重達18公斤 價值高達9萬元 同時一品業20年的他說 這一塊白玉苦瓜 已經收藏18年 韓國瑜這次選舉 讓他感到欽佩 才決定送他白玉苦瓜 代表苦境甘來 沒有什麼目的 我高興他真的很了不起 空空的有什麼都沒有 空空的有什麼都沒有 整個翻動台灣的政策 観光客的姿是 馬薩 事實上花東觀光慘淡 就連外媒也注意到 週末假日來到花蓮太魯閣 遊客稀稀落落 而一旁店家門口更是空蕩蕩 幾乎沒有客人上門 比起以往 動輒停滿載客遊覽車 如今太魯閣遊客 減少了超過五成 就連七星潭過往熱鬧 攤販人潮也不復存在 陸客大夫減少 簡先生透露 當年一個月可以做到30萬業績 現在沒有客人 完全在吃老本 簡直做不下去 高雄進來 桃園出氣 桃園進來 高雄出氣 我任何都可以 所以看這個客人的需要 這個李星社可以決定嗎 談到未來花蓮東進北出 甚至東進南出的直航政策 簡先生樂觀其成 其實對當地業者來說 只要人潮能再次進到花蓮 就有機會恢復過往繁榮 借吳蔡春環去花蓮報導 簡單說就是韓國瑜來了 觀光客好像都要進來了 可是怎麼聽來聽去 西部的這邊縣市串聯 東部怎麼辦 其實大家會有一點緊張對不對 對 特別是白玉苦瓜送出去 希望大家記得花蓮 但是剛剛委員看了 那個跟白玉苦瓜 是不是產地的不太一樣 還是 白玉苦瓜不會這麼大吧 你們的那邊是比較小 他是已經按照他的形狀去刻 所以他玉石原來找出來 他個子就這麼大 他當然就這樣把它刻出來 這樣講 台灣其實 不是很大 但是台灣有一個特色 三分之二是山地 而且很多人不想要做 超過3000公尺的那個山 在台灣超過100座 所以台灣的山是很高的 很百願 就是說在世界的地質學上 也某種程度算是一個奇蹟 這麼小的島 有這麼多的高山這樣子 這個山有什麼 山的好處就是說 它會讓你的風景多樣化 然後你的水果 蔬菜也會多樣化 因為有些東西 都要山上種出來 就不一樣 對 你在平地裡 沒有辦法把它種得出來 而且沒有辦法種得這麼好 所以像花蓮 像台東 像南投這種地方 你說要去那邊設工廠 真的還滿遠的 因為工廠基本上 不能離開港口 或是離開人口比較茂密的地方 因為你要找人工 你要有工人 不能太遠 可是那種地方就 來講就比較偏僻 比較山區的地方 他最好做的 他最應該發展就是觀光業 對 那些地方如果開工廠 污染也太嚴重 也可惜了 可是觀光業 以前的情況真的是很不錯 現在真的差很多 我記得我幾年前到南投去 那個坐纜車要排隊 就到日月潭 然後要坐船 沒有船 因為船都出去了 所以在安城要等很久 那個船才回來這樣 後來中天有一個節目 大概一年多 兩年前 我就去了 我發現在日月潭 船都很多都停在岸上 攔車的人也很少 這個攔車的人 這是什麼 就觀光客減少 我覺得像花蓮來看 觀光客減少 因為第一個 路客少了很多 第二個 就是大地震之後有受影響 我現在比較擔心 普悠瑪這個是 其實當然很多喜歡搭火車 出去到東部去的人 心裡上難免會有一些隱隱 最重要就是說 路客真的少了很多 民進黨政府就講說 我們從東南亞路很多人來 日本 韓國人路很多人來 我住在永康街附近 你知道我常常看那些的 所謂的日本 韓國人的觀光客 很多是年輕人 你有沒有看過 穿著高中制服的觀光客 我看過 日本來了 這些人你認為這些觀光客 他們真的會到東部去嗎 會到阿里山去 會到南投去嗎 到日月潭嗎 日本不會 他們很可能就是四天三夜 或是三天兩夜 反正從日本 從南海 從東南海到台灣來不遠 在台北這附近走一走 觀光他就走掉了 為什麼路客會不一樣 因為路客大陸要宣傳 台灣跟大陸之間的關係 感情 他們會講日月潭 所以阿里山 會去介紹這些地方 所以這些路客到台灣來 當然有特殊的原因 包括感情上總覺得 台灣跟大陸一一帶水 而且最重要的 大家同分同種 搞不好有時候親戚 還有一些在台灣來了 確實是會有的 所以對 的確是這樣 所以他們就包著很多的耗耗 好期跟期待 所以他們就 來了時候 很可能就是一個團 一來可能就是一個禮拜 甚至十天 甚至十幾天 你想從北玩到南 從西玩到東 那就很普遍 而且還少貨 為什麼 台灣的茶葉 大陸也是很喜歡 他覺得我們的東西 比較乾淨 包括一些太陽餅 包括一些鳳梨酥 面膜這些等等 面膜這些 還有買高粱酒 金門的高粱酒 北方人喜歡喝高粱酒 喝白酒 所以他們有一些 要帶著感情去觀光 跟沒有感情 只是好奇去 是不太一樣的 對 所以我是覺得觀光要去發展 我覺得花蓮 真的它的浮光 整個的山 整個看起來就是非常漂亮 而且空氣又乾淨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那種地方 我覺得現在就兩岸關係 為什麼讓它穩定 韓國人為什麼主要講到 我覺得最後一場 他講話 為什麼要講到九二公司 是 我如果這個都有點像通關密語 你要大陸 至少你能夠 要有一個九二公司 讓它面子上可以交代 他才能夠把觀光客 把這個團客放寬 他們到台灣來了 這樣的管制 這樣的限制 所以我覺得 發展現在也希望跟高雄搭上線 因為高雄現在是大陸人 最好奇的城市 而且也最有好感的城市 因為你民進黨盤踞多年 國民黨終於贏了 國民黨不講別的 國民黨至少支持九二公司 所以他們要去 然後現在譬如說 高雄的條件最好 但是現在每個地方 都希望搭上高雄這個線 搭上巴士 希望說陸客到了高雄 可不可以去屏東 可不可以到台南 要不要黃偉哲講這麼多幹什麼 拚經濟不想不拚政治 民進黨哪個你不拚政治的 然後花蓮 台東 桃園 桃園 這全部都是都這樣 所以我覺得觀光 其實是一個不太花本錢的 這樣的一個工業 你要講產業 而且他不會空氣汙染 不會造成汙染 所以我覺得政府在這上面 從中央到地方其實要合作 第一次來包著好奇 包著一些感情來 第二次要再讓觀光科再來 要有好感 第一次來要有好感 可是如果說我們一些的夜市 不整頓 這看起來就是沒有那樣的漂亮 沒有那樣的乾淨 然後有些的東西又賣得太貴 所以讓人家有受騙的感覺的話 第二次他就不會再來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政府中央到地方 正要合作要砸一些錢 把我剛剛講傳統市場 還有景點要把它弄好 如果沒有弄好的話 我們只想說觀光客來了 然後就讓他們吃 然後他們就走了 他的回憶裡面就只有這樣嗎 在夜市吃的東西 然後住到旅館裡面去了 外面環境還不... 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也不怎麼樣 你知道 大陸人對日本是很有意見的 因為日本人佔領中國 然後日本人在很多問題上 也在東北亞這一帶 大家處於競爭的角色 包括釣魚台的問題 可是當日本人 大陸的政府跟日本 想試著改善某些關係的時候 因為他最近受到日本 美國打壓 大陸的這些人 心裡就比較的放寬 大陸最喜歡去的 其中一個地方就是日本 所以很多大陸 為什麼到日本 嚴格講如果拋開政治一體的話 因為日本乾淨 因為日本整理得非常的好 它的景點 它一般的城市 整個社會很有秩序 整個社會非常的乾淨 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我們要選人家的地方 所以我們台灣今天不能完全靠說 陸克到台灣是應該的 要不然他要去哪裡 他為什麼一定要來你這裡 他不能到韓國嗎 東北 北方這些人到韓國去 到日本去 會比到台灣來近還是遠呢 他不能到賴教授 最喜歡的巴黎嗎 對不對 最浪漫掉他不能去嗎 大陸人都沒有錢嗎 他不能到萊英河去嗎 不能到瑞士嗎 不能到北歐嗎 他都可以去 但是他們比較想來的地方 覆許真的是台灣 所以民進黨政府 至少他也在執政這段期間 試著化解跟大陸之間的 一些對立的關係 讓政治的障礙排除 讓這些路客們 又願意到台灣來觀光 這個對政府來講 對人民的經濟生活來講 都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我們只有把兩岸關係搞好 其實大陸的觀光客到台灣來 很棒 至於說大陸跟美國之間怎麼競爭 怎麼樣的鬥爭 我跟你講 國際政治是有大人也有小孩 講難題一點 因為國力不同 對不對 你有核子彈跟沒有核子彈 講話聲音就不一樣 你有航空母艦跟沒有航空母艦 講話聲音大小也不一樣 很多大人是我們管不了 你美國跟中共要鬥爭 你們就去鬥 我們也管不了 我們去管 講老實話 就自己找麻煩而已 我們賺 我們應該賺了錢 我們所有人 包括日本 周遭所有的這些國家 所有的社會 所有的地區 我們都維持好的關係 小國深層之道 原本就應該如此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韓國瑜在高雄的選贏這件事 讓大家把心胸真的打開一點 所以我們的小國家要生存 不能搞太多的政治鬥爭 不管是對內還是對外 我們真的要好好把經濟搞好 這個經濟才是台灣安全的 最高的保障 是 反正就是一句話 追求好日子 人民要的就是過好日子而已 不要再操作那些意識形態了 對 韓國瑜市長 其實他在幾天前 他用視訊的方式 參加了旺報兩安論壇 他特別提到 說在我們高雄這邊 沒有圍牆就一條大路 結果這件事情 可能台北的柯文哲市長看到了 因為接著他要辦 兩雙城論壇 所以在今天雙城論壇 對岸也已經有官員 來到台北了等等 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這個兩岸之間的關係 甚至北高之間如何連線 我們帶大家一起過好日子 廣告回來再說 上海台北直飛航班 讓台商往返海峽兩岸更加便利 這項辯明措施 就是在2010年第一屆雙城論壇 由當時的台北市長好龍斌 牽線促成 而今年的雙城論壇 即將在12月20號登場 當前最火紅的高雄市長韓國瑜 也有望參加 你可以問問看 看到有沒有空 我們會邀請他 如果他提出邀請他 我們再來評估好不好 好 我們希望預祝台北雙城論壇 也能夠順利成功 柯涵一南一北隔空相望 如今台灣政壇 最火紅的兩位政治明星 有望合體 也令人倍感期待 事實上今年雙城論壇的層級 也不同以往 上海的出席代表周波 在八位副市長中排名第一 也是近年來最高層級 由此可見 大陸對此相當重視 我一開始就定調 柯文哲還是柯文哲 台北還是台北 雙城論壇就是雙城論壇 那就延續過去的基礎 比較有 互相有信任跟善意的交流 我覺得這個要先確立 2016年以後 其實兩岸所有的管道都斷掉了 那也影響到兩岸經濟的發展 畢竟老百姓關心的是經濟問題 那我相信大陸方面希望透過雙城論壇 將來可能把它膚色到 也許跟高雄也可以辦一些雙城論壇 或甚至台中也可能辦雙城論壇 甚至新北市 今年雙城論壇 將以循環經濟為探討主題 柯文哲特別強調 將保持兩岸互相尊重的前提 態度與前幾屆維持不變 換言之 兩岸一家親的基調也不會變 放下仇視對立 政治人物的當務之急 就是為人民謀福利 介紹文憲光君台北報導 我們都講雙城論壇 其實對人民最實質 它其實是有很多的一些貢獻 比如說兩岸的直行 就是來當年雙城論壇的時候 台北跟上海直飛 對人民有多大的貢獻跟一個效益 另外再來看到 12月20號的時候 這所謂雙城論壇要來舉辦 其實柯文哲也說 他要來邀韓國語 韓國語也說是樂觀其成 希望能夠辦得成功 這也可以看得出來 兩岸現在 因為民進黨執政的關係 真的是有一點冷 甚至觀光業都受到衝擊了 這個所謂的雙城論壇 是不是能夠打開另外一扇窗 老師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這是選後第一個 市長跟大陸辦的一個論壇 所以他對於台灣的22個縣市 有連任的也有新任的 有國民黨的也有非國民黨的 然後他們能不能循這個模式 也辦各種各樣的 不同的雙城論壇 這個雙城論壇 台北市是最有經驗 這個要感謝郝龍斌 郝龍斌那時候 所促成的這個雙城論壇 您剛剛有介紹的 就是有關於兩岸的直航 不過我們現在的兩岸的直航 不是真正的直航 叫做間接直航 其實不夠的 民進黨還可以再往前走一步 國防部所提出來的評估 或是國安單位所提出來的評估 那個是假議題 假命題 我很篤定的 很負責任的跟各位說 那是一個假命題 為什麼 你廈門直接飛到台北 只要40分鐘內就可以到了 OK 不需要再繞第三航線 所以我們現在台北 或是我們台灣人到廈門去 我們是起飛以後 不管你從松山機場起飛 還是桃園起飛 你是起飛以後往南飛 到第三方的飛航情報區 然後碰到以後再往北繞 所以大概要一個小時 30分鐘到40分鐘 這是極不合理 因為金門跟廈門中間 最短的距離就有兩公里 台北到金門也不過 就是30分鐘到40分鐘內可以到 台北到廈門 而且廈門是我們台灣的旅客 還有台灣的企業家 在那地方工作 那麼生活最多的一個地方 結果我們都要這樣繞 也就是因為這樣繞 所以我們對所有大陸的各個城市 幾乎你從上海來 你不能夠直接切過來 你還要飛到日本 琉球群島的飛航情報局 再飛進台北 這個都是浪費時間 浪費汽油 增加成本 增加我們航空公司的 不必要的成本 所以應該要再縮短為真正的直航 我覺得這個是首先 民進黨政府可以做的 因為當時就是民進黨政府 一直在找馬英九的麻煩 然後提出一種 所謂的假的這種 國家安全的理由 說什麼木馬屠城計 什麼大陸的飛機 飛上來了以後 裡面裝滿了解放軍 他就直接飛 然後就進入松山機場 就佔領松山機場 這個是一個假議題 假命題 我強調這是一個假議題 假命題 作戰沒有人這樣打的 所以應該要回到常態性 那也就是真正的直航 如果民進黨願意釋放出這個善意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現象 好 這個是我們剛剛提到的直航裡面 我覺得應該要這樣做的 但是這一次民進黨很特別 陸委會最特別 九合一選完的馬上 選完的結果一出來以後馬上 因為台北市的雙城論壇 當時就講好 本來是在選前要辦 按照流程的話 一年在台北 一年在上海 去年是在上海 所以今年應該要在台北 今年在台北的時候 就為了要避免說影響選舉 所以就同意 就是兩個城市 那麼就協商完成了以後 就選後再來辦 選後再來辦 那就要維持一年 都能夠辦一次的話 那就必須要在年度終了前 一定要辦 或者是在市長上任前 還是上一任的市長 所以你就一定要在 12月25之前要辦 但是你看看 我們11月24號才選舉完 你要在12月25要辦 而且那時候 你市長是誰是誰也不一定 但是你要在這麼短的時間 要把它辦成 好 我們這個時候 就會面臨一個 因為陸委會 對於大陸的官員 黨政軍跟黨政軍相關的 所屬的這些企業的人士來台 那麼設立了很多的 行政上的障礙 那是故意的 人為上的障礙 不是法規的障礙 它是完全應用法規 然後設計了很多人為的障礙 給你這個干擾 給你那個干擾 換言之也就是說 你要來台灣的話 那麼時間拉得很長 退見再辦 弄得你到最後 乾脆不去了 或是來了以後 你要來跟我會談 而且要兩個人會談 這樣的情況會造成很多的 一個不必要的東西 所以變成很多大陸的 就乾脆不來了 或是很多的 來這邊 本來要來這邊投資的 或是採購的什麼 乾脆都不來了 弄得很難看 弄得很糟 兩岸關係很糟 海基會 海協會 都沒有對話的管道 全部都很糟 糟得一塌糊塗 好 現在如果會突然間變了 因為台北這個時候提出來 說我們要邀請 上一次上海市的四台辦的 主任要來台灣 不讓他進來的 對 千挑剔萬挑剔 就是想辦法卡住 不讓他進來 採線的時候不給採 這一次不是 馬上就可以來 馬上就可以來 然後我們就提出說 如果他們的這些重要的官員 包括副市長 第一副市長率領的一些團來的話 專案給你辦 快速給你辦 我們這個時候就發現 陸委會變化好大 效率變快了 這樣子情形下的話 陸委會是不是已經希望說 能夠借力使力 例如說能夠更多的 大陸的觀光客來到台灣 例如說陸委會 還不是不承認九二共識 但是因為大部分的縣市首黨 都承認九二共識 國民黨的都承認九二共識 非國民黨的是兩岸一家親 這樣的情形下16個縣市 你看已經佔台灣多少人了 如果這些大陸的觀光旅客來 來了一千萬人 他們每個人停留五天 就五千萬人在台灣 要吃 要住 你的觀光 旅遊 農業產品 餐飲業 各方面都新融起來了 陸委會說我還是維持現狀 我沒有承認兩一家親 大陸的旅客來不來 你看有沒有 他們反應很快 策略運用很快 馬上變 變了以後 但是我覺得這無所謂 為什麼 因為我們重點是在於 讓台灣人過好日子 讓台灣人過好日子 當時我在會議中的時候 我就提出一個主張說 是不是邀請所有的縣市首長來 因為國民黨的 全部一起嗎 對 邀請縣市首長來的話 來出席這一次的會議 他們也可以來觀摩說 因為台北是最有經驗的 台北我強調 這是郝龍斌所建立起來的 所以郝龍斌一直到柯文哲 我們累積了跟大陸的城市的 來往的經驗 也簽訂了三十幾個的協議 這樣的情形下 對於我們的各縣市 想跟大陸發展關係的 我們就可以提供很多 很豐富的經驗 跟我們的模式給他們做參考 台北的議員也好 台北的市政府也好 就可以提供給很多縣市首長 他們想要跟大陸發展緊密關係的 都可以提供給他們經驗了 這是一件好事情 我看到這次柯文哲邀請韓國瑜來 韓國瑜說接到請韓 我們就評估要不要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因為大家都共襄盛舉 然後把兩岸之間的關係 弄得更好 然後把大家都熱絡起來 經濟 尤其是庶民經濟 也都熱絡起來 這確實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 各縣市首長 其實我更期待的是誰 我更期待的是六個綠營的縣市首長 包括桃園的鄭文燦 台南的黃偉哲 屏東的等等 他們都來 我覺得綠營的縣市首長 他們可以說 我是兩岸一家親 跟柯文哲一樣 對 因為他們不是國民黨籍的 他們可以比照柯文哲說 我是兩岸一家親 大陸跟民進黨的這些城市 可以進行來往的時候 你想想看 就台灣22個縣市全部打通了 這個時候請問一下 你陸委會也好 蔡英文也好 你要不要回到 國民黨的九二共識 而且我們誠懇的期待 蔡英文如果你能夠回到 九二共識 作為我們兩岸共同的政治基礎 這個是真正達成台灣 最高度的共識 從此以後政治的 就不再是我們兩岸之間的障礙了 因為所有的 對 所有的縣市首長跟中央政府 都主張九二共識 成為兩岸的共同政治基礎 這個時候大家都一起拚經濟了 兩岸之間一起拚經濟了 多好的事 所以再度的懇請 我們的可愛的蔡總統 當你在深刻檢討的時候 那麼你可以走出這一步路 這一步路是歷史性的一大步路 期望你能夠做得到 其實大家的感覺 那個目標是很明確的 就是要追求過好日子 因為剛剛在賴教授 有特別提到了 說他其實覺得 所有的縣市首長 都應該一起來參加 一起觀摩 畢竟跟對方對話 我們打開這個道路 其實讓他暢通是很重要的 等等回來我們就要來看到 其實在民進黨籍的 桃園市長鄭文恰已經說了 他不白足到大陸來訪問 新的台南市長黃偉哲也說 他其實也不排斥到中國大陸 去推城市行銷 拚經濟 大家都想拚經濟 問題到底在哪裡呢 特別是這一次 北高可不可以連線 其實很多人在看 廣告環要繼續說 好 20號雙城論壇即將要登場 今年其實有非常多的話題 包括說這個是在2018 選完了台灣的縣市首長之後 第一次大型的 而且對岸會有官方代表 來到台灣參加的論壇 第二就是說 很多人都講了 確實這次的選舉 國民黨是氣勢如虹 然後在南部有一個 大家很關注的韓國瑜 也可能要來參加 是啊 因為柯文哲也要來邀他了 今天他說要邀他 對 所以大家就會講說 這一次雙展論壇跟以往又不一樣 可能會有個北高連線 更受矚目 然後就在這個時候就發現了 民進黨的縣市首長 也紛紛都說 其實我們也不排斥 跟對岸有交流 那也算是有很大的改變了 對 所以大家一起想拚經濟 那個心情就忽然覺得說 腦子有轉過來了 追求好日子比較重要 是啊 因為這一次選舉 給民進黨的教訓真的太大了 所以他們不得不 我說真的他們考量 不管是考量未來的政治利益 考量人民的需求 或考量自己未來前途的走向 他一定勢必要這麼做 因為有一個無形的壓力 一直推著他 我覺得尤其現在包含鄭文燦 桃園市長鄭文燦 然後台南的黃偉哲 都已經說出說 願意跟兩岸有一些接觸 甚至推動一些合作等等 其實大家看這個是非常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指標 比如說鄭文燦大家不要忘記 他可是民進黨內新潮流派系 我們知道新潮流派系是比較什麼 是比較意識形態的 在兩岸的立場上是比較明顯的 比較極端一點的 他願意說未來是不是 只要兩岸市民好 他不排除到大陸去訪問 所以我說這是一個非常指標的 再包含黃偉哲 黃偉哲他當然他現在心科 還沒有究論 可是他也說出了說什麼 他也不排除到大陸去推銷 所謂的城市行銷 他說他未來會怎麼樣 不挑釁不對抗 不刻意發表什麼刻意的言論 然後在這個原則上去跟大陸接觸 事實上他這個義有所指 不要忘記了 顯一任的台南市長是誰 可是我們的 台獨工作者 對 是我們的賴葵 他自己有說過什麼 他是務實的台獨主義工作者 換言之上 這是一個很大的轉向 所以說這一些 我說當然我講 是有點虧他們 不過事實上就是如此 韓國瑜都說了 他當時在辯論的時候說什麼 說陳其邁他可能會有怎麼樣 圍牆 不管是他或說民進黨 或說現在的民進黨政府 蔡英文政府是如此 那個圍牆就是什麼 意識形態 對於韓國瑜而言他沒有 對不對 他只要維持住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的這個原則 他就可以更開闊的心態 更寬廣的空間 去跟大陸有一些互動 甚至把陸客招進來 事實上我上禮拜 我特地 我有在媒體上講 事實上坦白講 民眾很快的 商人很快的 事實上在選完之後一個禮拜 就已經有台灣的旅行業者 聯合一起 就最很重要的幾家 已經到對岸去 到北京去 去談明年陸客的配額了 很快的 坦白講 據他們告訴我的 就是說對岸 尤其是北京 是非常善意的 所以可見明年的陸客 來台旅遊的人數 一定會增加的 換言之也是呼應了 這種賺大錢的這種心聲 另外就是說我覺得 比如說這一次要辦雙城論壇 然後邀韓國瑜去 我覺得如果韓總他 或是韓市長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行程 我覺得是可以去 其實大家觀察 為什麼台灣這麼多城市 只有台北市跟上海有雙城論壇 高雄為什麼沒有 所以我要講說 事實上透過這樣的接觸機會 有沒有可能未來 搞不好高雄跟上海 也有雙城論壇 對不對 畢竟這是台灣最大的 兩個指標的直轄市 台北 高雄 高雄過去為什麼沒有 很簡單 意識形態 就是因為民進黨執政 他們對兩岸的關係 就是比較差 所以說現在韓總上來之後 是不是未來 譬如說高雄跟上海 高雄跟北京 開啟高雄崭新的道路 我簡單講 過去二三十年辦不到的 因為意識形態的限制 達不到的 這次攤開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會很快 會很快的一步一步的來達成 最後我要講 就是說大家想 如果你比較2015年跟2017年 台灣的觀光外匯收入 少了六 七百億 這一些 就是我們知道觀光產業 有點像那種火車頭產業 你從旅館 飯店 什麼小吃店 什麼辦手禮 遊覽車等等都會受影響 但這些受影響的人 事實上已經用選票 在這一次反映出來了 就告訴你說 如果民進黨 你再用這一種 很傳統的意識形態 綁架台灣人民 台灣沒有辦法過好日子 所以說我覺得 不管是雅雄地白也好 或說你內心真的覺得說 應該要調整也好 為了民眾的著想 我覺得包含民進黨 這些執政的縣市 我覺得大家一起來 用地方包圍中央 讓蔡英文政府知道 我們有這樣的需求 人民要過好日子 雙前論壇 現在看起來北高要連線了 雙北有想要加入一下嗎 他會不會成行 我覺得還要看柯文哲態度 因為媒體的報導是說 是媒體問柯文哲說 你要不要要韓國瑜 柯文哲是回應說 可以問問看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 真心要韓國瑜 當然他知道韓國瑜 現在韓流 任何事情只要搭到韓國瑜 這個話題性就會十足 所以當然我也是樂觀其成 如果說韓國瑜他願意跟 柯文哲一起到大陸去 甚至像子德講的 建立高雄跟北京或高雄跟 南京或高雄跟上海的 雙城論壇我覺得都很好 新北部分 新北其實滿 過去跟對岸都有一個 長足的交流 包括在經濟方面 我們經常就帶團到大陸去 進行招商 或把我們的農特產品 伴手禮賣到大陸去 所以在這部分的交流是滿多的 我覺得如果說要建立雙城論壇的話 應該是要看一個實質的作用 如果說只是像大拜拜一樣 過去大家見個面 握個手 交換伴手禮 然後就各自回家 我覺得這樣的意義不大 就是浪費名子名高 我們來看一下柯文哲 因為這次柯文哲要去 很多人就問他說 你這次還會堅持兩安家慶嗎 他就必談這件事情 他用了五個互相來做回答 他說要互相認識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跟互相諒解 我想如果說新北市跟柯文哲去 如果說只是去進行這五個互相 我覺得那個意義就不大 應該是說要去的話 應該要有一些實質作用 為什麼民進黨的 像鄭文燦或其他的縣市長 他會想要跟雙城論壇一起過去 當然是因為過去比較 沒有這樣的管道 而且你要民進黨的縣市長 自己講出來說 他願意 他想要跟對岸進行交流 我覺得對他們來說 他們可能開不了這個口 他如果講的話 在民進黨裡面 就會變成一個罪人 因為韓國瑜在選舉的時候 講說承認九二共識 我們看到民進黨是怎麼樣 利用這個機會去罵韓國瑜的 又說他什麼向對岸靠攏 又開始給他抹紅 抹黃 如果是民進黨現場 自己這樣講的話 那不是遇到一樣的下場嗎 這也是非常可怕 所以他們當然就講說 他要跟台北一起過去 但這個部分的話是在 我覺得在國民黨執政的狀況 比較看不到 但我希望民進黨中央可以稍微 改變人家心態 現在大家都希望拚經濟 大家都希望可以活絡 特別是地方政府首長 特別希望 兩岸可以多多經濟往來 像我舉個今天才發生的事情 民進黨的立委蘇巧惠 他就批評新北夜誕城 連續三年接受華為的贊助 然後說這個就是 又是什麼有國安的問題 我們聽到我們就覺得 民進黨你還在搞政治口號 好像逢中必反 我們為什麼會找華為來贊助 當然是希望說少用一點公帑 把活動辦得熱鬧一點 這是我們的意 然後辦得熱鬧一點 就會有很多觀光客進來 附近的商家可以受惠 結果你們不去思考 怎麼去幫地方政府 然後你看到一個華為 又是中共的東西 趕快給他扣帽子 新北市政府怎麼會 接受多少贊助 所以才幫他們宣傳 就真的沒有意義 民進黨的頭腦真要轉過來 現在大家關心的是拚經濟 你不要再搞這套拱控牌了 好 選完之後 到底民進黨的頭腦有沒有轉過來 因為聽說陸委會這邊 也有點動作了 我們給他拱控回來繼續說 如果有一件事情 全世界只有一個兩個在做 那也有點奇怪 這好像以前我們在當學生的時候 考試你知道 如果你的答案跟全班其他 其他同學都不一樣 通常是你錯 然後全班同學對的機會 遠比你是對的 全班同學的受機會高很多 沒有 我覺得這種東西 民粹跟民主那條界線 暴力要怎麼化 好問題 這次我們要去思考聽聽 今年的選舉 其中核實公投是過關的 但是柯文哲說 這個好像公投的全部的名義 他都不把它當成一回事 你知道嗎 核實公投當年 今年其實有779萬通過 其實有七成是同意的 你知道總統選舉也才 最多的時候 馬英九也是700多萬 這個比這個馬英九 當年的票數還要高 韓兵你怎麼看 就是柯文哲好像覺得 這名義不重要 這不投票投出來的嗎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非常誇張 779萬堆223萬 那個差距之大 那個標是人民是一面倒的 認為這個核實是有疑慮 大家不希望接受 這是公投的結果 如果連公投結果 柯文哲都覺得 這個叫民粹的話 你這次選上你是民粹 而且你的票數差距才那麼小 才3000多票 這不是更容易是民粹嗎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荒唐 而且我覺得柯文哲 根本沒搞清楚狀況或什麼 他說如果只有 一個兩個國家這樣做的話 這種就要民粹 因為跟社會主流不一樣 我想請教一下 當年美國獨立的時候 全世界只有他一個國家 在搞民主 他是很爛的國家嗎 他不應該這樣做嗎 這個完全不通了 我覺得柯文哲還說 智商157真的 我覺得他智商其實滿遜 不知道在胡扯什麼 而且事實上 全世界只有台灣 在反日本核實嗎 根本就不是好不好 這就民進黨 故意放出來的假消息 實際上美國的FDA 他的99-33條例以頭 有警示規定 他跟我們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限制福島 跟他附近的四個縣 美國是條列出哪裡的農產品 哪幾個品項我直接不要 他們是用這種方式來進去 南韓也進 南韓也這樣被日本告到WTO 人家還是進 中國大概會進10個縣 不是我們才進5個 他們進10個 然後實際上歐洲好幾個國家 都還在進部分的 日本的核災食品 因為大家都還是有疑慮 其實我一直在講就是說 民進黨其實每次都在講 說人家在放假新聞假消息 他自己最愛放假新聞假消息 然後故意要去誤導民眾 然後要告訴我們說 我們這個會怎麼樣 老實講 現在現場提供拿CPTPP出來說嘴 所以因為這樣子 我們沒有辦法加入CPTPP 但是日本有說 我們准了核食鏡頭 他就讓我們加入嗎 他也沒有加入 所以你到底在胡扯什麼東西 他就故意要用這種 張官李戴的這種方式 就故意去模糊焦點 然後想說我們因為這樣的 禁止核食損失大 實際上日本我們到現在 像您上任之後 包括漁權 包括其他的主權問題 他從來沒有對我們 做過任何讓步 然後為什麼每一次事情 都要我們去讓步 好 好